两把分别代表着光与暗的利剑之剑 可他竟毫不犹豫选择了暗飞魔剑 只因在两者之间 只有暗飞魔剑与他产生共鸣 然而男孩对此却没有感到疑问 只因上一世男孩就是靠着暗飞魔剑成为了帝国中最强的刺杀者 而这一切只是因为父亲的一句叮嘱 不要有任何欲望 要像影子一样活在各个身后 埃歇尔的成功就是你的成功 此后的岁月中 男孩不仅时时刻刻将这句话铭记于心 更是尽心尽力为埃歇尔清除一切障碍 不管是争夺王位 还是魔王军讨伐 甚至是大陆统一战争 都是他在背后默默付出 一切的肮脏罪恶他来承受 所有的光纤荣耀埃歇尔独享 因此埃歇尔不仅成为了世上独一无二的大英雄 还顺利继承了家主职位 然而就在埃歇尔获得光明圣剑的认可后 做的第一件事却是设计将他害死 此时的他身负重伤 满脸不可知心的看着埃歇尔 没想到被人奉为英雄的哥 会因为担心自己的弟弟日益强大 将他杀害 下一瞬 只见埃歇尔果决的举起光明圣剑 对他刺出致命一击 该死了 这二十多年竟没有一颗为自己熬 真是个傻子一样的人生 西安少爷快醒醒 女仆艾美丽的一句大货 将迷迷糊糊的西安吵醒 西安看着眼前的女仆满脸震惊 时隔二十多年没见她怎么还是那个样子 并且房间的布置也和自己儿时一模一样 难道我重生回到小时候了吗 就在这时 艾美丽突然打断了她的思绪 西安少爷 你是不是在故意拖延时间不去对练 听到对练两次 他瞬间想起二十七年前自己的第一次建树对练 而那次对练的对手 正是跟他同父一母的哥哥克兰兹 结果自己被他当众毫无情面的羞辱 自此以后父亲更是对他彻底失望 如今看着与上一世一模一样的场景 西安仍旧感到难以置信 这不会是临死前的一场梦吗 可当他走上对决场地将剑握住的那 他顺时愣了 因为这常见的重量竟显得无比真实 这不是一场梦 我真的重生回到过去 此时克兰兹一脸玩味地看着西安 我的好弟弟 你怎么傻的都不知道逃跑 随后伴着父亲的一声令下 下一瞬克兰兹便提剑朝他奋力冲了 看着西安待在原地一动不动 克兰兹显得兴奋无本 在他看来西安早就被自己的气势下的腿脚发暖 可实际上在西安眼中 克兰兹的攻击犹如乌龟一样广暗 旋即西安只是脚步一转 便轻松躲避了他的奋力一击 克兰兹脸色顿时有些挂不住 懦弱的家 还要悲切地躲避多久 然而他怀晕刚弱 只见西安抬手一剑就将他的剑击飞出去 接着又是看似随意的一批 克兰兹顿时抱腿挨好起来 现在只要把剑架在他脖子上 这场对练就结束了 然而西安并没打算就这样轻易放过 只因自己而是多年遭受着克兰兹的欺辱 所以这次我要彻底压款他 让他对自己产生畏惧 这次的人生我只为自己而 想罢在克兰兹错愕的表情中 西安直接对他来了一剧段子绝孙角 对决结束后 父亲特意推迟了出征时间要与西安面谈 西安没想到父亲会拍自己的专属骑士前来领悟 难道是自己获胜的原因吗 此时恰巧克兰兹的母亲玛丽莲迎面朝他走 西安当即露出一副不作关心的神情 克兰兹还好吗 玛丽莲听罢很是恼无耻的家伙 居然对自己的兄弟下手这般狠狠 真如你那肮脏的母亲一样 只会不知廉耻的想出风格 文言西安眼神顿时变得灵敏 虽然这句话已经触碰他的底线 但现在还不是与他计较的时候 因为自己是最懂他的人 随后他便向玛丽莲提醒道 你应该知道我会跟克兰兹一起去学院吧 但我可不能保证夫人的儿子会顺利毕业 玛丽莲听完气得咬牙切齿 你这浅薄的家伙竟敢威胁我 说吧抬手就要狠狠朝他删去 这时骑士及时出手阻碍 对不起夫人 公爵着急要见少女 我们不能再拖了 玛丽莲见此也只能无奈收手 很快西安便来到父亲的书房 而在他面前正站立着一个魁梧的辈子 此人便是贝尔特家族的家主威廉斯 也是统率着乌西夫帝国西部领地维利亚斯的大帝侯 他不仅是人们口中的大陆守护者 更是长时间制止魔族侵略的大英雄 两人入座后父亲第一时间 对他在决斗时展现的实力提出质疑 因为据他所知 自己的这个小儿子从小对剑术就不感兴趣 你为什么要隐藏自己的实力 对此西安故作无奈地回答道 因为我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 父亲文言突然话锋一转 虽然你很出色地压制了克兰兹 但之后过激的行为是不是没有必要 西安听罢顿时慌了 好敏锐的意图 父亲这是在试探我吗 思考片刻后 西安直接表示自己只是想证明比克兰兹厉害 同时我也认为这才是对恋的真正意义 听到这个回答父亲很是意外 旋即又开心地笑了起来 很不错 没想到你居然有这种才能 我相信日后你一定会成为埃歇尔的好帮手 此话一出犹如当头棒的作 果不其然 父亲对埃歇尔的执着依旧如此 随后父亲表示可以答应西安一个要求 然而艾美丽在得知她的要求后满脸震惊 少爷你是疯了吗 居然想去前线作战 你知道那里是什么地方吗 那里可到处都是凶恶的魔兽啊 但这个要求父亲并没有完全答应 而是提出了一个硬性条件 那就是在一个月之内 向他证明有能力去前线的资格 虽然自己并不清楚那是什么资格 但这段时间内自己必须要变得更强 即使现在身体非常的弱 但好在上一世的战斗感还依然保密 并且还能从体内感知到少量的魔力 只要好好努力锻炼 战力一定会在短时间内得到大幅提升 然而就在这时房门突然被人推开 来人正是她的姐姐爱丽丝 也是上一世家族中和她最亲的人 此时只见她怒气冲冲地揪住西安的衣领疯狂摇晃 小子你是不想活了吗 居然主动向父亲提出要去前线 你以为打败克兰兹就天下无敌了吗 这件事我坚决不同意 随后爱丽丝又将西安带到楼顶 并再次向她确认是否一定要去前线 在得到西安的肯定答复后 爱丽丝当即拔剑事宜 如果你能在我手中坚持三分钟 我就同意你去 否则就乖乖地在家待着 听罢西安不紧不慢地将剑拔出 今天真是多灾多难了 话音刚落 爱丽丝早已提剑冲到眼前 然而却被西安轻松化解 爱丽丝剑状满脸震惊 她居然用薄薄的剑身精准地抵挡了我的攻击 紧接着爱丽丝强装镇定地笑道 我的好弟弟运气真不错 接下来我要发烈了 西安文言顿感不妙 只因爱丽丝一旦生气将会是个十分恐怖的存在 果然下一瞬无数剑招疯狂朝她写来 这让西安感受到了一丝威胁 身体静下意识地用起了上一世作为刺杀者的招式 在化解掉爱丽丝奋力一击的同时 手中的剑也静直地朝着她的脖子抹去 这一击足以致命 反应过来的西安强行转动手腕改变了剑的方向 这顿操作也让她瞬间落入下风 被爱丽丝的奋力一剑击退数据 好险差点就出大射 要知道在烟雾剑术中大部分技术都是急死技 然而此刻的爱丽丝早已失去理智 眼下更是使出了六星级魔法手刀 西安很是清楚自己的身体到了极限 就算全力抵挡也会从楼顶掉下 既然如此也就只能那样 说到她一个猛踏便直冲冲地朝着爱丽丝奔去 千军一发之际 付出所料一道人影突然从中间杀出 在轻松化解了爱丽丝这致命一击的同时 也将她狠狠拖在半空 来人正视父亲的专属其实有而肯 也是整个家族战力仅次于父亲的强大存在 爱丽丝小姐 你是否对一个十岁的孩子下手太重了 西安见此也长舒了口气 原来就在与父亲面谈后 西安就已经察觉到了她的动静 只是让她想不明白的事 父亲为什么要让尤尔肯暗中跟踪并保护自己 此时回过神来的爱丽丝 看着眼前的景象一脸震惊 旋即便一把将西安抱在怀里哭诉道 对不起西安 我只是太执着于不想让你去前线 所以才失去了理智 然而西安对此却并没半点愿意 毕竟她是整个家族中真心对自己好的姐姐 而她凭借着秀丽的外表和优异的成绩 在皇家学院中被大家称呼为神的海 更是与长子埃歇尔一起被认为是大陆未来的守护者 但西安也很清楚 就在姐姐加入向往的光之骑士团后 会面临着悲惨的结局 想到这里西安的手掌不由一己 亲爱的姐姐 这次我一定会保护好你们 此后的两周内 西安开始不断挑战着自己的体能极限 虽然与自己的巅峰状态还有很大的差距 但眼下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就在这时 女仆艾美丽突然走了进来 西安少爷 爱丽丝小姐寄来了一个东西 这里面装的究竟是什么呀 闻起来好丑 此物正是西安拜托姐姐收集到的地狱猎群序 这是只能在前线莱梅亚山谷拿到的贵重物品 而这些有着令人作无味道的魔兽序 一直以来都被人们称为有毒液品 可只有西安自己知道 它可是有着能永久提升人类魔力和体力的效果 想把西安直接一饮而尽 这种味道相较于艾美丽的黑暗蘑菇汤 简直太好喝了 此刻那股浮躁不安的力量在他体内无限语 我想是时候将他唤醒 画面一转 西安来到了郊外一处荒雾人烟的树林 这两周他一直在等今天的到来 今天是尤尔肯向父亲汇报的日子 也是他能独自行动的最好良机 因为只有西安自己知道 这片树林中藏着一个惊天秘密 此时的他在一处空地不停摸索 根据前世的记忆 那座藏在地底下的古庙响必就在这 兄爸只见他朝着地面奋力一击 整个地面顿时摊爬 下一秒一条幽深的地道赫然出现在西安引擎 原来这是一座供奉光之神鲁门德尔的古老神庙 因三百年前的神魔战争而彻底在世间消失 谁又能想到他就隐藏在荒芜人烟的郊外 而我的重生将彻底改变这段历史 片刻后西安终于看到了这个神殿的主人 如果按照上一世的轨迹发展 这把圣剑最终会被埃歇尔获取 而自己也会悲惨地死在这把剑下 此时的他伸手轻轻地摸了摸光明圣剑 不出意外 果然什么都没发生 但这次西安也不是为他而来 随后他又静止地朝深处走去 有光明的地方一定会有黑暗的存在 稳一看人们都会以为这是光明圣剑的影子 但西安十分清楚 这不是影子 而是被光挡住的祭坛 是通往另一个空间的通路 随着西安慢慢往祭坛中注入魔力 下一刻 一条通往另一个隐秘空间的大门出现在他眼前 就在西安踏进之际 只见一柄散发着黑暗气息的魔剑 飘浮在祭坛之上 终于再次见到你 我的伙伴魔剑暗凯 就在西安握住剑柄瞬间 无数能量在两者之间急速交汇 这熟悉的感觉又回来 玄机他开始不停拿着暗凯在空中四处挥舞 这家伙还没睡醒了 发音一落 只见一团诡异的黑雾突然出现在他眼前 小不点你胆子真不小啊 你难道不知道叫醒我意味着什么 可惜啊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说霸便恶狠狠地朝着西安袭去 却没想到竟被他一把掐住脖子 此时的暗凯震惊无比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能触摸到自己的身体 西安邪魅一笑 我就是你接下来的主人啊 话音刚落 暗凯顿时放发成人再次抬手袭来 然而却被西安轻松化解 并往后用力一跳拉开距离 这时暗凯在西安的身上察觉到一丝熟悉的感觉 难道你是继承人吗 你的身上怎么会有阿尔的气势 西安听霸露出一抹耐人寻味的笑容 没错我就是阿尔的继承人 主人回来了 快给我跪下 暗凯文言满脸不甘 我怎么会扔一个小鬼当主人 说霸又再次朝西安戏去 西安见词也不再废话 随着暗黑魔剑控制从他嘴里说出 下一名 暗凯竟当即定在了原地 此时西安也变得严肃起来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 现在你认可我这个主人了吗 不认可 你这个傲慢的小 话没说完 只听西安再次无限重复地说起咒语 暗凯也一次次不受控制般 狠狠地朝着地面走去 就在西安说到第9981变后 暗凯终于妥协了 而在得到暗凯的认可后 西安也打算回去了 毕竟离开太久会引起不必要的骂 随后在路过光明圣剑时 他突然停了下来 必想到前世死在他手 西安的眼神顿时变得灵雾 下一秒便抬手朝着光明圣剑的剑端滑去 而削下来的部分西安却紧紧握在手中 此刻幻化成小恶魔的暗凯满脸震惊 你为什么要拿走这个 可西安却是邪魅一笑 这会让未来变得更加有趣 很快便来到一月之期的日子 这天西安随着父亲和一众骑士来到了一处郊外 而这也将是他接受父亲考验的最终场地 领考前父亲再次询问 你之前想去前线的决心还有吗 现在后悔的话还来得及 西安听爸一脸坚定地回答道 我现在的心已经在前线了 看着如此决绝的儿子 父亲便直接示意尤尔肯解开那个东西 旋即尤尔肯从腰间掏出一个卷轴 西安见此顿时一惊 竟然是魔法卷 他这是要召唤什么吗 随后伴着卷轴从尤尔肯手中丢出 下一秒不远处就出现了一头散发着火焰气息的地狱猎群 西安万万没想到 最终的考验竟是打败来自莱梅亚山谷 下进摸手 看来父亲为了这次考验没少下功夫 就在这时 父亲的声音再次响起 你需要对自己的决定负责 现在就尽情地展示你的实力吧 只要打败了这头地狱猎群 我就答应你前往前线的要求 话音一落 只见地狱猎群面目猙獰的朝着西安扑来 见此西安立即进入战斗状态 因为他自己轻死 以现在的体能根本不足以与地狱猎群拉扯 必须要尽快结束战斗 随后他一个侧身便躲过了这致命一击 玄机又闪身上前一剑划穿地狱猎群的脖子 可这并不足以将地狱猎群击杀 迎接着西安再次纵身营悦 狠狠地将剑插进他的头颅 众人见此满脸震惊 可西安却看着地上不断流淌的血液感到惋惜 这些都能喝好几顿的 如果自己在这里装血 肯定会被当成神经病吧 与此同时 父亲对西安刚才的表现很是满意 那我们就前线再见了 他还在击杀魔兽后的第一件事 几次喝下他们的鲜血 只因这些被人称之为有毒液体的魔兽血 实则有着永久提升魔力和体力的效果 就在西安顺利击杀掉地狱猎群后 威廉斯不仅对他的表现很是满意 还按照约定答应了他去前线的请求 待父亲消失在视野后 身后突然传来一道抱怨的声音 主人在你眼里 我就是一把菜刀吗 西安当即摇头否决 暗凯见此顿时不高兴了 那你刚刚为何不用我 我要不断吸收鲜血才能展现出更强的力量 伦子西安顿时露出了一副耐人寻味的笑容 刚刚并不是时候 以后我会尽情使用你的 次日 西安随着家族护卫队来到了莱梅亚山 这里是大陆中唯一被称之为前线的地方 也是与魔族持续战斗数百年的场所 重生仪式再次来到这里的西安 心底部又产生了一种怀念的感觉 此时父亲向他叮嘱道 在这里碰到魔兽是在平常不过的事情 所以一刻都不能放松警惕 随后便令人将他安顿到前线上 最后方最安全的帐篷中 看着棚外警备如此森严 这让西安感到十分头疼 因为这样在大白天就没有机会使用暗派 看来只能等到深夜了 那时大部分警备都会去最前线执行 也是自由出没的最好时机 但在这之前他也并没坐以待毙 而是用一下午的时间制作了一个人形玩偶 待一切准备就绪后 西安终于踏上了杀怪变强的道路 凭借着上一世的记忆 西安来到了一处魔兽非常多的危险地带 而这里也是使用暗凯最好的场所 闻着周围满是血气蓬勃的味道 暗凯也早已饥渴难耐 主人我无法再忍了 快让我砍一下吧 与此同时 几头魔兽早已恶狠狠地扑到西安面前 西安健壮身体不由地亢奋起来 玄机便施展了物件中的大物风暴 随着一阵刀光剑引几头魔兽当场领和饭 战斗结束 西安立即将新鲜的魔兽血液引入杯中 开始尽情地畅饮起来 这种感觉简直太爽快了 然而暗凯却仍以游未尽 西安示意他不必担心 因为夜很长魔兽多的事 与此同时 一只护卫队正护送着两辆马车向前线驶来 五公主听拔一脸抗拒 我身为帝国的皇女 有义务和责任当父皇寻讽 请你不要再劝我了 否则我会真生气的 见此侍卫也不再多言 紧接着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公主殿下 我听说贝尔特公爵家的小儿子也去了前线 他应该跟你年龄相仿吧 五公主文言有些错愕 没想到贝尔特公爵会将自己的小儿子带过来 可侍卫却告诉他 贝尔特公爵的小儿子并不是被带过来的 而是和您一样 是自愿主动前往的 公主毫不在意地问道 他叫什么名字 世卫文言有些意外 好像叫西安贝尔特 此时的夜光 洒在五公主稚嫩又娇贵的脸上 只见他微微张嘴重复了一遍刚才听到的名字 西安贝尔特 往后的时间里 西安白天就在父亲的庇护下 在前线边缘击杀着一些下级魔兽 而到了深夜 他便离开营地深入到危险地点 用暗凯肆意扫荡着周围魔兽 可就在这天 他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居然碰到了凶残无比的高级魔兽戴斯虫 要知道这是只有在深谷里 才会出没的强大存在 现在的自己根本没有能力与他硬碰硬 就在此刻 暗凯也感受到了西安那慌乱的情绪 紧接着便提议可以将他的身体 暂时交给他使用 西安听罢若有所思 一旦身体交给了他 那么一切后果将难以预料 可用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伤他分厚 眼下看来他说的也是唯一办法 面对着戴斯虫的攻击再次袭来 西安丝毫没在犹豫 来撕碎你厚厚的躯壳 接下来就迎接死亡吧 物件八半花五 半个片片红光 西安一秒内便在戴斯虫的身上刺出9981件 随着这一击刺出 最终实力强横的戴斯虫在此刻也没了气息 而西安的身体也到了极限 但他可不能在这里久 与此同时 威廉斯带领的巡逻小队 也发现了刚死没多久的魔兽尸体 看着尸体中散发着不同寻常的魔力 这不禁让尤尔肯想到是魔族所为 此时的威廉斯也很担忧 如果这里真有魔族出没 那可就不容忽视了 紧接着便吩咐众人仔细搜索周围 并将魔兽的尸体销毁 随后在尤尔肯的一番探查下 很快便让威廉斯看到了一个震惊的场面 只见一个硕大的戴斯虫尸体出现在眼前 见此一幕 威廉斯顿时想起了什么 难道是那个组织的手笔 男孩只是简单挥出一箭 却让强大无比的魔兽当场病逆 只因男孩曾是大陆中最强的刺杀者 看似他只是灰了一箭 实际上却是9981箭 每一箭都刺中了魔兽药 就在西安解决掉凶残的戴斯虫后 躺在床上的他依旧觉得不可思议 自己是真疯了吗 为了杀一头魔兽禁用了那个办法 虽然让暗凯暂时控制身体 可以发挥出暗非魔剑的真正实力 但是稍有无事 说不定就会被彻底夺射变成傀儡 好在这段时间一直在射入魔兽血 否则现在即使没有沦为傀儡 骨头也会全部碎掉 就在这时 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异响 直接暗凯化身恶魔不断打量着西安 虽然你表面上看来还是个十岁的小鬼 但你的言行举止完全不像个孩子 仿佛是个有着三十年修为的顶级强者 说罢暗凯又露出一抹耐人寻味的笑容 我终于知道你的秘密了 你一定是个回归者对吧 可是要把你这种实力的家伙杀掉 肯定也不是简单的事 那么现在看来 你无非就是死于决斗输了或者被背叛 但从你之前那副憎恶的表情去看光明圣简 我想一定是被背叛了 所以你的最终目的肯定就是复仇 可不管你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 只要被我看到一丝犹豫和软弱 我就会立马吞噬掉你 西安听罢一拳将暗台击飞 请注意你说话的语气 你要时刻记住我才是你的主人 次日 走在军营里的西安突然察觉到一丝不对 今天周围怎么乱糟糟的 大家也好像比以往忙碌许多 于是西安急忙找来艾美丽询问情况 从艾美丽口中得知 昨天晚上在山谷出口附近 发现了上级魔兽带丝虫的尸体 把西安顿时慌了起来 玄机他连忙询问 除了这个还有没有其他事情 有没有其他传言 或者当时有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人 可还没等艾美丽回答 身后就传来一道声音 只见尤尔啃一脸恭敬的说道 西安少爷 公爵大人现在要见你 西安文言顿感不妙 难道父亲发现魔兽是自己杀的了 想到这西安后悔不已 都怪自己太着急变情 结果疏忽了魔兽们的尸体 要是真被父亲发现 那么所有的计划都会功亏一捆 片刻后 西安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父亲面前 看着父亲凌厉的眼神 西安满脑子想着如何是好 果不其然 父亲一上来就开门见山的问道 你昨晚都干什么了 文言西安支支吾吾的表示 昨天因为太累所以就早早睡了 威廉斯听把眼神中闪过一丝质疑 因为昨天那些魔兽身上的伤痕 和西安的剑术简直太像了 可他还是一个十岁的孩子 怎么可能将上金魔兽杀死 一定是自己想多了 随后他又画风一转 西安你应该也听说了昨晚的事情 虽然具体情况还需调查 但我推测很有可能是秘密刺杀组织喷雾所为 他们从古事开始就一直存在 更是打着进化的名义杀死了很多贵族 但不知何时开始他们就隐藏起来踪迹 直到昨晚我在戴丝虫尸体上发现了残留的黑雾 这正是他们惯用的手法 西安听把顿时冷汗直流 他没想到父亲居然仅是凭借着剑伤 就能一下子猜到真相 随后威廉斯向西安叮嘱道 虽然不知道他们为何重新出现 但你以后要多加小心 西安见词也长出了口气 总算是混过去 紧接着威廉斯又向西安透露了一个消息 今天皇帝陛下会来前线视察 所以我有一件事要拜托你 西安闻言一愣 没想到父亲会有事情拜托自己 今天伊利贝尔公主也会随着陛下一同前来 我需要你今天一直陪在他的身边 不只是你俩年龄相仿 更是因为你对这里的地形十分熟悉 所以这个任务只能由你来做 西安听完脑海里顿时浮现出那位公主的画面 前世的自己和他并无交集 只是在学院中见过几面 虽然西安很不情愿 但他也能理解父亲的意图 应该是希望自己和伊利贝尔公主建立友谊 甚至是更进一步的关系 以此来维护贝尔特公爵和皇家的关系 但只有西安自己清楚 他们俩是不可能的 是帝国尊贵的五公主 而我只是个家族中独受殆尽的四生子 可命运却让我们在战场相遇 原本前世毫无交集的两人 究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就在西安答应了父亲的委托后 伴着一阵独特的号角声响起 西弗勒陛下踏马来到军营 恭候多时的威廉斯急忙下跪行李 西弗勒见次连忙上前将他扶起 我们不是老朋友了吗 不必如此见乱 说吧他的目光便被威廉斯身后的孩子吸引 对于这个十岁就上前线的孩子 他自然也有所耳闻 只是没想到竟是这么小的少年 当下就对威廉斯父子的英勇 大家夸赞了一份 这时身后的马车中突然走出一名少女 白人正是帝国的五公主伊沙贝尔 见此西安不禁轻叹一声 因为今天要全程陪同在这个女孩身边 虽然麻烦干也只能乖乖听话 就在这时伊沙贝尔突然开口问道 下面的这条河为什么这么红 西安耐心解释道 这条河叫做弗洛德河也被称之为血河 之所以河水泛红 是因为魔兽们在年老或者无法继续生存时 就会本能地跳进弗洛德河 那么河水中的魔力 就会把魔兽的身体和体液进行腐化 随着时间慢慢推移 河水也就渐渐被染红啊 伊沙贝尔听把郊区一阵 旋即又问道这条河的尽头会有什么 这时西安将目光缓缓望向远方 河道尽头是魔界 魔王就居住在那里 霸音刚落 天空突然亮起一枚冒着黄光的烟雾弹 西安见此当即认出了 那是西方第三哨所的求救信号 与此同时威廉斯也紧急应对 驻扎兵留下保护皇帝陛下 其余人员全部随我一起前去支援 这时西弗勒陛下突然叫住了威廉斯 你以为我真是来这里放风的吗 每天待在皇宫里简直太无聊了 随后便命令自己的皇家部队 也一起加入到魔兽讨伐伐中 这时西安扭头一脸严肃地说的 我要和父亲一起前去支援 现在还请公主立刻返回营地 利利贝尔文言当即示意要一同前往 我们年龄明明一样的 你可以去那我也可以 利利贝尔见状怒气冲冲地吼道 无礼你竟敢对一波皇女 可还没等他说完 西安立刻一脸凝重地凑上前来 前线局势本就瞬息万变 如若因为公主殿下你而让骑士们丢掉性命 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看着西安那锐利而又坚定的眼神 利利贝尔的眼眶竟不自觉地湿润起来 然而西安并没有领会 而是头也不回地朝着港哨方向感觉 此时的魔兽们已经攻破了第三港哨方线 眼看就在港哨沦陷之际 威廉斯公爵及时待人赶到 随着他的一声令下 众多骑士纷纷朝着魔兽杀去 很快魔兽就被西数杀进 而令西安没想到的是 其中出力最多的竟是西弗勒陛下 据传他的魔法水平早已高达八星 如果没有成为皇帝 那他至少也会成为魔法协会的会长 想到这的西安依旧难以置信 他甚至觉得西弗勒陛下当皇帝只是爱好 夜晚时分 刚刚经历一场大劫本该高兴的皇帝 此时脸色却一脸凝重 听说最近有很多帝国贵族都遭到了暗杀 这让帝国内人心惶惶动荡不安 被暗杀的贵族基本上都是贪腐官僚 而且现场都留下了黑雾的痕迹 威廉斯听罢也急忙回应 应该是喷雾的追随者又开始出来活动了 就在昨晚宁地附近也出现了他们的痕迹 虽然现在还不确定是他们所为 但即使他们处理的是帝国垃圾 我也不能坐视不管 因为现在有人把这次事件的矛头 指向了伊沙贝尔头上 虽然现在以三部谣言的名义堵着他们的嘴 但他们的最终目的 好像就是想利用伊沙贝尔做些事情 所以这次我只能把他一起带来前行 就是想让他在这里避避风头 现在我想以朋友而不是皇帝的身份拜托你 假如我日后遭遇不测 一定要帮我照顾好我的女儿 威廉斯听罢决绝地回答 放心吧陛下 我会用我的生命来守护伊沙贝尔公主 与此同时西安营帐内 女仆艾美丽满脸惆怅地看着西安 那可是公主陛下呀 你就那样结束护送了吗 这样下去少爷这辈子都不可能结婚 只能孤独终老了 但而西安并没有理会 紧接着便叮嘱艾美丽自己要出去锻炼 你一定要帮我打好掩护 此就在西安回头准备出去时 眼前的一幕却吓了两人一跳 只见伊沙贝尔公主此时一脸阴郁地站在雨中 很抱歉打扰了 如果没有急事的话可以和你稍微聊聊吗 此只因喝了88头魔兽喜 却引来了大批高级魔兽的袭击 但而男孩非但不害怕 他扬言要把他们筒筒吃掉 原来就在刚刚 西安正准备趁着夜色出去猎杀魔兽时 却发现伊沙贝尔公主不知何时早已站在营帐外 突如其来的一幕把西安二人吓了一跳 很抱歉打扰了 如若没有急事的话 我们可以稍微聊聊吗 文言艾美丽分外激动 全集便露出了一副吃瓜的小表情 然而西安却是满脸疑惑 公主殿下 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可伊沙贝尔早被艾美丽那炙热的目光 听得有些难以启齿 我想和你家少爷单独聊聊 你能暂时回避一下吗 听到此话 艾美丽瞬间瞄懂 临走时还不忘意味深长地对着二人说道 那两位今晚一定要愉快地相处 西安听罢直接翻起白眼 两个十岁的小孩有什么好愉快相处的 待艾美丽走后 伊沙贝尔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对白天发生的事情感到抱歉 作为皇室子女我确实有些失格了 文子西安也有些过意不缺 我也需要为自己的无理举动向你道歉 听到此话 伊沙贝尔的脸上也露出了一抹释怀的笑容 紧接着他又一脸期待地说道 听说你就要去学院报道 那么以后就请多多 话没说完 西安眼神顿时变得灵敏 很抱歉公主殿下 我好像并不能给你带来任何帮助 如果你是来拉拢亲信的话 那还是请回吧 伊沙贝尔文言有些失落 我只是想和你交个朋友好好相处 难道你也认为我是徒友续名吗 西安见词也不知如何是好 但之所以自己不想与他有过多接触 是因为他在皇室的身份极为尴尬 虽然贵为帝国公主也十分受到皇帝宠爱 可他的生母却是一名身份卑微的平民 因此人们只是把他看作徒友虚名的皇女 但尽管如此他也没有在意这些人的眼光 反而更加勤恳努力地履行着自己的责任和义语 然而正是因为他的这些举动 被自己的哥哥姐姐抓住机会扣上了以权谋私的罪名 最终不仅他被流放到边境小镇 就连跟他扯上关系的人也都没落得一个好下场 此时被误解的伊沙贝尔很是伤心 很抱歉占用你的时间了 毕竟在你看来我也不能给你带来任何好处 是我考虑不周 我还以为至少能跟你普通的聊聊天呢 现在看来你和埃歇尔完全不同啊 听到埃歇尔三次西安顿时神情一阵 旋即奋力一把抓住伊沙贝尔的手腕 一脸冷漠地说道 你怎么认识埃歇尔的 伊沙贝尔满脸痛苦地看着西安 我是在去年参观学院时偶然认识的 他不仅主动和我做朋友 还劝告我不要在意他人的眼光 以皇女的姿态活下去 西安听把满脸不可置信 我对那家伙论魔般的品性最为了解 难道他从这个时候就已经有了 想要操控这位皇女 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计划了吗 想到这西安不免牙关一挤 可就在他准备奉劝伊沙贝尔 不要和埃歇尔走得太近时 秉杖内却突然莫名地颤动起来 就在这时艾美丽也慌乱地冲来大喝 少爷快逃 可他话音刚落 只见一根巨大的墓柱就朝营帐内砸下 巨大的冲击瞬间将营帐移为平地 艾美丽看着眼前的一幕 声嘶力竭地喊着西安的名字 此时阵地被袭击的消息也传到了威廉斯营帐内 后方阵地突然出现了大批高级魔兽 西安少爷和伊沙贝尔公主也被卷了进去 闻此西弗勒陛下当即下令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证两人安危 与此同时另一边 西安正带领着几人观察着周围的局势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这些通常只在山谷深处才会出现的高级魔兽 为什么会成群结队地跑来边境 难道是因为自己的员工吗 就在这时艾美丽哭诉着打断了他的思绪 少爷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原来就在刚才石柱砸下来的瞬间 他凭借着前世的战斗经验 这才惊险地躲过了那次攻击 这时伊沙贝尔却突然自责起来 都怪我如果我没来着 同行的两名骑士也就不会死去 幸存下来的两名骑士见此急忙安慰 公主殿下 只要我们还活着 就算拼上性命也会保护好你的 那音刚落西安急忙大喝二人赶紧躲开 然而却为时已晚 下一名 那名骑士瞬间被一只魔兽紧紧握在手掌 伊沙贝尔被眼前的荧幕吓了一跳 西安见此一个闪身来到他的身前 并急忙示意怪物由他引开 其他人护送公主逃离 在此人离开后 西安也开始肆无忌惮地和魔兽拼杀开来 只是让他想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总会有高级魔兽出现在自己身边 就在这时暗凯突然冒了出来 现在的你为了变强 引下了无数魔兽血液 因此体内会散发出强烈的气味 所以魔兽不追过来才奇怪 听罢西安却丝毫不慌 不管有多少魔兽围攻上来都无所谓 那么这次就正经地喝一次高级魔兽血 他这时不远处的一幕却让他大惊失色 只见一只巨大的紫色魔龙忽然出现在他的眼前 头暴力无比的魔戒恶龙 可男孩却把他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甚至还扬言要将他吃掉 因为只有男孩知道 龙族不仅是最接近造物主的生命体 而且喝下他们的血液更是能让人实力打增 就在艾美丽几人护送伊沙贝尔公主离开后 肆无忌惮的西安刚准备要与魔兽拼杀 突然不远处竟降落了一头散发着暗黑气息的魔龙 西安见此不禁一愣 难道这家伙也是被气味吸引来的吗 想把西安又不禁露出一抹耐人寻味的笑容 不管如何今天一个都别想逃走 我要统统将你们吃掉 说把他直接施展了物件烟雾风暴 眨眼间身旁的魔兽们便纷纷领和饭 此时的西安已经来到魔龙面前 可还没等他反应 魔龙的嘴中突然喷射出一道能量光波 强大的威力直接将地面炸裂开来 好在西安凭借着前世的战斗经验提前闪身到了魔龙一侧 紧别着又急忙挥出两剑斩在魔龙眼睛上 说不及防御一击让魔龙发出阵阵怒吼 原疾便以身为毛直冲冲地朝着西安刺去 然而西安却邪魅一笑 只见他身形一转 不仅躲开了这致命一击 还同时施展了一击八半飞舞 随着一声哀嚎 魔龙也重重地砸向大地 此时西安无奈地松了松肩膀 看来身体又要到极限了 接下来就准备结束战斗吧 剑拔弩张之际 魔龙再度扇动翅膀 西安健壮还以为他要顾忌重施 然而下一秒却惊掉了他的下巴 只见魔龙竟疯狂扇动翅膀转身逃走了 回过神来的西安当即奋力一跃就朝着魔龙飞去 与此同时 在西弗勒陛下的带领下 众骑士也一路杀到了后方阵地 然而却始终没有见到西安和伊沙贝尔的身影 这时威廉斯一脸凝重地上前禀报道 陛下非常抱歉 公主殿下的痕迹从营帐开始就断开了 不过还请陛下放心 我已经吩咐所有人前去寻找 就在这时 身后突然有骑士来报 陛下伊沙贝尔公主找到了 说吧伊沙贝尔便一脸惊慌地冲到父皇身前 紧接着梨花带雨的恳求父亲快去救西安公主 此时威廉斯注意到了西安的女仆艾美丽 旋即便一脸阴沉地让她讲述整个经过 艾美丽见状不由地颤抖起来 因为她也是第一次见公爵大人露出这种表情 在得知西安为了保护公主而不惜以身犯险后 威廉斯并没有当即下令前去营救 而是选择了顾全大局 如果军队营仗坍塌了 魔兽们恐怕就会冲入帝国境内 所以现在必须尽快重建阵地 这样才能阻止更大的牺牲 因为在她看来 身为贝尔克家族的一员 就该做好为了整个大陆整个皇室而牺牲的准备 见此情景 伊沙贝尔不禁自责起来 又是因为自己 为什么自己在哪都能给人带来悲哑 可就在这时天空突然传来阵阵嘶吼 伊沙贝尔抬头望去满脸震惊 只见一条魔龙在空中不断飞舞 待他定睛一看才发现 西安竟环抱在魔龙腿上 西弗勒见此也有些意外 威廉斯你儿子为什么会出现在魔龙身上 然而威廉斯却只是盯着上空无动于衷 而此时魔龙身上的西安也有些不知所措 本来打算喝完龙血才下来的 却没想到会飞到人类的头顶上 那么这件事该怎么圆过去呢 就在这时 暗凯突然冒出询问他不打算做点什么吗 西安听吧顿时怒吼道 你没看到下面全是人吗 你是想要我在他们面前使用魔剑吗 那样的话 他们一定会把我当成恶魔力气烧死的 可暗凯却觉得已经无所谓了 这样下去你也一样会死的 就在他俩吵得不可开交之际 威廉斯手持长剑发动了魔法 西安剑状顿时吓了一跳 因为父亲施展了正式八星高级魔法天宫秘简 这可是极为恐怖的范围魔法 这样看来真是要白发人送黑发人了 不过好在魔龙依靠着自身实力躲开了大部分致命攻击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剑光突然静直地朝着西安方向刺来 眼看魔龙必无可避 西安也只能撒开手从魔龙腿上掉落 看着上空的魔龙西安痛心不已 就这样和每位错过了 暗凯见此骂骂咧咧的大吼道 还不赶紧飞起来 难道你想和地面来得亲密接触吗 可西安却十分无奈地表示 如果用了喷雾术 自己会被当场烧死的 暗凯闻此简直就要疯了 不知好歹的家伙 你这么卫手卫脚难道是想死了吗 可就在这时 西安好像瞥见了什么心中顿时有了应对 紧接着便满脸兴奋地朝着下方的血河落去 这条令人畏惧的血河 但凡掉落镜河里的生物全都被腐蚀殆尽 赶尔南还却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可这并不是他想作死 而是因为这是他唯一活命的方法 暗凯见此有些难以置信 你该真不会想要跳到这满是粪水的血河里吧 西安无奈表示现在已经别无他法 说罢便于头扎进了血河之中 与此同时 血河镜头的一名男人也注意到了 那头正在疯狂逃窜的魔龙 这一幕让他倍感意外 这时身后的红发男人突然开口说道 这是一条幼龙 但他很可能是迷路后遇到了危险 文言男人当即认定那里一定有很强大的魔兽 可红发男却当即驳回了他的想法 因为那条边界线外是人类居住的地方 这让男人更加好奇 龙怎么可能被人类伤到 红发男听罢也有些意外 您好像很在意那边的状况 可男人却告诉他 自己能感受到血河的另一端 有骨寂陌生又熟悉的气息 说罢便扭头表示想去那边看的 看着男人离开的背影红发男急忙叮嘱起来 希望您不要觉得无聊就随手杀死您看到的所有东西 而在另一边 西安也有惊无险地爬到岸边 旋即他便大声地呼喊岸台的名字 询问他怎么不说话 然而此时岸台正满脸怨气地怒视着他 我现在正在想如何将你杀死 我感觉我身上都是粪水的味道 西安急忙安慰他别太难过 等回去后我一定会把你洗得干干净净 闻此岸台更不好了 你能不能清醒点这里可是魔戒 能平安地活下去就很好 可西安却示意他不必担心 因为在这种地方怎么可能遇到高等魔族 然而他话音刚落一道声音就出现在身后 不出所料 这里果然有着有趣的事情在等我 西安听把顿时瞳孔咒缩 因为这正是印在他脑海里无法忘却的声音 魔王贝卡利恩 要知道前世他可是发动人魔大战的罪魁祸首 见过他的人更是一口同声地评价他 是世间所有恶的集合体 该死 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间遇到这种家伙 见到西安做好战斗准备 魔王眼神顿时变得灵密起来 小不点 你这是想和我打一架吗 书爸便如鬼魅般出现在西安身后 反应过来的西安当即回身滑出一剑 但却被魔王轻松躲开 然而魔王非但没有还击 反而还哈哈大笑起来 你可真是个有趣的小家伙 居然能把我的头发砍断 暗凯健壮急忙询问眼前的男人是谁 可当从西安口中得知 他便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大魔王后 竟不自觉地颤抖起来 以你现在的实力能打赢他吗 西安自然清楚自己还不是对手 不过逃出去总是可以的吧 然而就在他想着如何是好事 魔王却示意他不必紧张 自己是不会对一个乳秀未干的孩子下手的 为了印证自己所言非虚 他甚至直接躺在地上笑嘻嘻地说道 这样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这一幕可把西安看傻了 这真是那个凶残无情的大魔王吗 这时魔王突然好奇地问道 你真是人类吗 这是你第一次来磨解吗 在从西安口中得到肯定打赋后 魔王却依旧感到难以置信 因为在西安身上 他能莫名地感受到一股熟悉的气息 我们是不是以前在哪里见过 对此西安很是坚定地表示 这是第一次相见 魔王听罢也打消了自己的疑虑 毕竟自己也是第一次见到人类 他怎么可能见过我 随后西安反问魔王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魔王表示自己在巡视时 感受到了一股不寻常的气息 所以才会过来看看 这是他作为魔王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可当话说完 看到西安那一脸淡定的表情 整个人瞬间不好了 你果然见过我对吧 世上哪个小孩在听到魔王后 会是你这种反应 难道你母亲没跟你说过不听话 就会被魔王抓走吗 他的状态顿时让西安肯定了自己的想法 这家伙一定不是自己认识的那个魔王 如果按照原剧情的发展 在不久的将来人魔将会迎来一场大战 但眼下他这副吊儿锒铛的模样 完全不像是会侵略人间的魔王 除非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 让他改变了想法 于是西安朝着魔王问道 如果你真是魔王 那么作为魔王你最想做什么 闻此魔王不好意思的挠挠头回的 当然是让自己手底下的小弟 每天都过上吃香喝辣的好日子 说完他话风又突然一转 如果有人敢欺负我的人的话 我将会把他们统统杀掉 西安剑刺顿时一惊 就是这种感觉 虽然只有很短暂的一瞬 但自己也能清晰地感受到 他作为大魔王那残酷无情的真面目 只不过现在的他就像是被一条锁链束缚 说不定每天就会因为某件事彻底解开 而眼下我必须要阻止那件事的发生 于是他便向魔王提出 是否想要与自己做个交易 因为你将马上遭遇不测 甚至还会威胁到你的部下 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但我可以确定那件事 会引起人类和魔族之间的战争 听闻此话魔王顿时有些生气 你是说我会基于你们的土地 但西安却告诉他这是真的 因此也是自己想要和他交易的原因 答应我 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挑起战争 可魔王却认为他是无稽之谈 先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 就算是答应了这场交易 我又能得到什么回报 闻此西安斩钉截铁地说道 我发誓 不管你以后遇到什么事 我都会尽全力帮助你 听闻魔王直接凑到西安面前 直勾勾地盯着他 小家伙你叫什么 西安百政身子义正言辞地说道 西安 贝尔特 最终魔王也答应了西安的这笔交易 并以魔界之王的名义 向他做出保证 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事 都不会带领魔族侵略人类的土地 临走前魔王还不忘再次叮嘱西安 要他对自己的承诺负责 毕竟交易就是交易 闻此西安也坚定地点头给予了回应 那么就后会有期了 西安 贝尔特 此事过后 骑士们终于在边界的河边找到了西安 这让来此的骑士感到不可置信 毕竟这可是从龙族手里活下来的人 画面一转 西安被送到了一座 位于前线后方的修道院 等到西安再次醒来时 眼前的一幕让他倍感意外 只见伊莎贝尔正端坐在他的床前 随后又一脸娇羞地说道 我说你要不要做我的人 是家族中不受待见的私生子 如今却得到了帝国公主的赏识 只因他不仅在高级魔兽中拯救了他 更是因为他俩有着极为相似的命运 可面对伊莎贝尔的招揽 西安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这显然是出乎了伊莎贝尔的意料 不过想想也是 毕竟自己只是个无权无视的公主罢了 西安见此也有些过意不去 虽然他知道伊莎贝尔对自己毫无用处 甚至也十分清楚他那悲惨的结局 可以想到这份结局的背后 都是那个家伙在暗中操纵 西安瞬间脸色变得明重 紧接着便开口说道 公主殿下说得没错 现在的你不能给我带来任何好处 伊莎贝尔文言犹如晴天霹雳 可就在他心灰意冷至极 西安又故作姿态地表示事实就是这样 但是我会一直关注你的 直到公主殿下得到你想要的一切为止 所以你也不用感到失望 文子伊莎贝尔当即倾咳一声 又强装淡定地说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 简单来说就是我必须要成长到一定程度 才能得到你的认可对吧 等着瞧吧西安贝尔特 虽然现在还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 但我一定会让你认可我的 西安万万没想到自己说的话 会让一个堂堂的帝国公主如此重视 就在伊莎贝尔临走时 她又停下脚步 满脸娇羞地扭头说道 谢谢你救了我 我真心觉得感激 一年后 后方营地的丛林中 一名男人正贼头贼脑的左右查看 眼见四孝无人便从怀中 掏出了一个散发着幽光的方和 男人看着手中的方和异常兴奋 这里面装的可都是宝贝啊 话音刚落 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原来是你啊列内德 列内德文此刚想转身查看 却发现身体动不了啊 就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捆住一样 下一瞬只见西安顿时出现在他的身后 小型收纳魔盒现在是准备偷去卖掉吗 原来这是一件由加兰王国魔法协会制造的魔盒 其原理就是用魔力封锁次元空间放在盒子里 使其可以无限装入任何东西 而西安也早就关注了他一年之久 因为帝国内部一直有人在偷偷进行走私 没想到那个人就是你啊 七星魔法师列内德 克里姆森 文言列内德满脸震惊颤巢巍巍地说道 你是西安 贝尔特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西安并没理会 而是将魔盒中的物品悉数倒了出来 看着满地新鲜的魔兽器官 西安当即是探性地询问道 这些器官能在边境处自由出入 难道边境处也有你的内应 听到这话列内德情绪十分激动 你在说什么 我根本不知道这种事啊 可在西安看来他只是在狡辩罢了 因为这些东西早就在帝国的黑石中出现了 当初爱丽丝姐姐买到的地狱猎犬血液 估计也是通过这个家伙 然而就在西安思考着那个内应会是谁时 列内德却发现自己身体竟然可以动了 紧接着手中便开始悄然地凝聚起魔法 下一刻就朝着西安发动了偷袭 随着抛天火焰迅速将其吞噬 此时的列内德也终于松了口气 好险还以为自己要完了 只不过可惜那宝贵的魔盒 可就在这时 一道剑光在他身上闪过 下一秒他的手掌便与身体分离 同时身体周围还不断环绕着阵阵黑雾 随后西安就再次出现在他眼前 没等他反应便一把锁住了他的喉咙 来选一个吧 是把知道的都说出来舒舒服服地去死 还是选择受尽折磨后再死 此事过后 西部边境的交易所 两名男子正偷偷默默地查看着这次走私物品 可就在他们打开其中一箱物品时 眼前的景象顿时吓了二人一条 只见箱子里装得尽是列内德的头颅 与此同时 不远处的西安正默默地注视着一切 只将前线获得的魔兽偷偷走私 而那些魔兽最终也都送到了迦兰王国的魔法协会 那里是大陆之灵的母子聚集地 不断研究着魔法的起源和基础 并以此来创造新的魔法 甚至更进一步地想要追求超越人类极限的境界 虽然现在还只是用这些走私物品制造魔盒 但一想到前世他们会用魔兽血做出那些更疯狂的事 这不禁让西安感到十分头痛 明明说好了这一世要为自己而活 可如今怎么好像还是在为其他人而活 与此同时乌西夫帝国的某府邸内 埃歇尔看着手中的情报微微出神 没想到那个小弟弟竟和父亲一起去了前线 身后的女人娇称一笑 你是说那个与你同父异母的西安吗 埃歇尔听罢露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笑容 这家伙可真让人操心了 看来我得久违地和他见上一面了 才见到哥哥的第一想法 竟是将他杀掉 只因眼前这个看似一脸和善的哥哥 背地里却是个阴险狡诈的恶魔 就在西安结束了前线的历练后 他和艾美丽准备返回家族前往学院 一想到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令人提心吊胆的地方 艾美丽就不由地激动起来 并且一脸期待着接下来的学院生活 听说那里有着很多帅气的男孩 想想就让人兴奋了 说不定童话班的爱情故事也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反观西安却一点也不高兴 因为对他前世来说 学院的生活才是噩梦的开始 那里并不会是艾美丽期待的模样 而是一个充满政治权谋轨迹不断的地方 比起学问更是要优先学会欺骗和嫉妒的名利上 画面一转 回到家族中的西安一转头就发现了一个熟人 此人正是先前与他进行对决惨遭蹂躏的克兰兹 这也让克兰兹内心留下了深深阴影 以至于现在一见到西安就不自觉地害怕发抖 西安刚准备抬手打声招呼 可这一举动却把克兰兹吓得掉头就跑 暗海见状便询问起那个软角蟹是谁 西安则表示那是他同父异母的哥哥 不用太不在意 片刻后西安缓缓推开了城堡的大门 然而眼前的一幕却让他始料未及 只见仆人们早已恭候多时 见到他的到来更是毕恭毕敬的行李问候 这让西安有点难以适应 毕竟之前这些家伙可从没正眼瞧过自己 看来这一年的努力和付出没有白白浪费 可就在他准备打开房门之际 里面传出来的气息顿时让他正在原地 这股熟悉又厌恶的气息 早已让西安清楚地知道了这道门的后面是谁 没错就是那个家伙 埃歇尔贝尔特 看到西安的到来 埃歇尔一脸和善地打起招呼 而此时西安却攥紧拳头死死地盯着他 憎恨愤怒杀一开始逐渐占据他的脑海 前世临终前的所有不敢 在重新见到这个男人时被彻底点燃 玄机他悄然地掏出恶魔之剑 脑海里仅剩下一个念头 那就是杀了他 可就在这时 暗凯却突然出手制止了西安的举动 他立声告诉西安 如果不想被打碎头颅就立马清醒过来 现在就杀掉他的话 以后就没乐子看了不是吗 听闻此话 西安缓缓闭上双眼将滔天的恨意强行压下 接着便向眼前的埃歇尔行李说道 西安贝尔特见过大哥 见此情景埃歇尔伸出手摸了摸他的脑袋 我还以为你不记得我了 我听说此次的前线历练让你的实力提高不少 这样看来以后也能帮助到贝尔特家 说到这他突然话锋一转 帮助我驰骋沙场了 他表现让自己很是高兴 所以今天也是刻意回来看他的 对此西安早已看穿他的想法 如果自己对他没有利用价值 他肯定连看都不会多看一眼 旋即便故作微笑地回头 谢谢大哥的挂念 西安也十分想您 与此同时 艾美丽正提着两个行李箱 骂骂咧咧咧地朝着房间走来 小少爷可真是的 明明自己都没什么行李 他就不能帮帮我吗 想到这艾美丽气急败坏地推开房门大声吼道 少爷你怎么能丢下别人自己先回来了 可此时走出来的艾歇尔次把他吓了一听 见此艾歇尔温和地说道 早就听说你和西安相交莫尼 如今看完所言非虚啊 回过神的艾美丽 看着艾歇尔离开的背影一顿点头哈腰 在艾歇尔走远后 艾美丽又冲着西安抱怨道 刚才差点吓死我了 少爷你也真是的 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大少爷会来 然而西安却告诉艾美丽自己想一个人待会 看着一反常态的少爷艾美丽刚想询问发生了什么 可下一秒西安便扭头冷冷说道 别让我说第二次 带艾美丽走后 西安趴在马桶旁一阵呕吐 激烈的情绪波动让他有些反胃 旋即又询问暗凯刚才为什么要阻拦自己 况且在崩溃瞬间 不也正是你占领我身体的绝佳时机吗 然而暗凯却一点邪魅地说道 你可别误会 我只是希望能增加你的愤怒而已 这样我才会更加兴奋 听闻此言西安不惊一笑 果然这才是你 而在另一边的艾歇尔房间 一名部下正在对他做着汇报 按照您的吩咐 我们已经确认了二小姐的位置 他现在身处大陆北方怀特领地的弗洛伊那之中 听把艾歇尔显得有些意外 居然在那个特别排外的种族地盘上 看来我得对他多加了解才是啊 如果看出他有要回帝国的迹象 记得第一时间跟我汇报 文言部下当即应允下来 而看着艾歇尔那一反常态的明朗神色 这不禁让他询问起事发生什么好事了吗 难道是因为跟西安少爷会面的缘故吗 艾歇尔听爸哈哈一笑 根据某些情况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你错了 我现在的心情可是非常不好 现此情景部下被吓得连连道歉 而艾歇尔此时一想到西安刚才的那个眼神 就好像是见到什么仇人一样 放心部下的他再次下令 让部下找些人手盯着西安 随后又望着窗外陷入沉思 西安贝尔特 你到底在隐藏什么呢 他还仅仅用13秒 就将护送自己的整个骑士团斩杀殆尽 使鹰这些表面上看似保护男孩的护卫队 实际上却是他人派来的顶尖杀手 就在西安即将动身前往学院时 艾美丽满脸失望地抱怨道 少爷为什么不能带我去 西安则无奈地表示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按照学院的规定只能让护送骑士一同前往 所以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你要好好的 千万不要闯祸 寒暄过后西安便启程出发了 看着渐行渐远的少爷 艾美丽的眼眶再也绷不住了 少爷你要加油 就算被欺负也绝对不要弃你 必定要平安回来 西安闻此陷入深深回忆 游记的是八岁那年 自己生了一场大病 不仅高烧不退 还屡次陷入昏厥 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人在意我的生死 只有艾美丽背着烧得像火球一样的我 冲进了营地内的治疗所 如果不是他 我可能早就被埋在冰冷的土地里了 所以他不管是曾经还是现在 对我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人 离开城堡数百里后 坐在马车内的西安突然察觉到一丝不顿 明明是个简单的护送任务 居然会大费周章地派出六名终极骑士 想到这他似乎明白了什么 旋即他冷哼一声 看来是要在入学前就要先见一次血了 临近黄昏 车队在路过一片茂盛的树林时停了下来 这是一名带头的骑士来到马车前说道 少爷今晚我们可能要在这里扎营过夜了 听闻此话 西安一脸风轻云淡地询问现在身处何地 为首骑士告诉他是中部城市萨贝伦附近 大概会在明日上午左右到达学院 知道了你们准备好后通知 说吧 这么偏僻的地方 想法也太显而易见了 片刻后随着骑士的一声呼唤 西安也从马车内走了下来 空气真不错呀 说吧他突然话风一转 到底是谁指使你们来的 剑被看穿重骑士干脆也不装了 死人不需要知道那么多 事情会变成这样我们也很疑惑 但我们也是迫不得已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保持对你最后的尊重 最大限度让您毫无痛苦地死去 准此西安眼神顿时变得锐利 我再问最后一遍到底是谁指使的 可他话音刚落意骑士早已提剑杀到他的面前 然而下一秒骑士静落了个失手分离的下场 众人见状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刚才发生了什么 就在众人愣神之际 一道血红的剑光不断在众人身前穿梭 所到之处更是片片流红 为什么你们都呆愣在原地不动呢 难道杀人时从来没有想过被杀的可能吗 转眼间西安的面前只剩下一名车夫 而他也早已被吓得丧失了行动能力 他绝望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这真的是一个11岁孩子做的吗 难道那个从容手中活着回来的传言是真的 原来这个任务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 就在这时西安一脸冷峻地来到他的身旁 快说到底是谁指使的 强大的气场顿时让他道出了真相 是公爵夫人马加烈 他就是幕后的主使 面对着如此轻易得来的消息 西安的内心产生了一丝质疑 看来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次日两人再次启程 一路上车夫将所有的事情全盘拖出 据他所知是克兰兹少爷 强烈地向马加烈夫人提出了某种请求 所以我们这次的任务可能与此事有关 西安也没想到那个一件自己就落荒而逃的家伙 竟然会有如此胆量 他来下次见面得狠狠教育他 就在这时车夫突然向西安问道 少爷你打算怎么处置我 看着西安锐利的眼神车夫露出一抹苦笑 果然没错是要杀了我对吧 想想也是毕竟是我们先对少爷动手的 自己现在还有什么资格请求您的原谅呢 看着眼前这个没有任何求生欲望的车夫 西安立声回道 你只管好好驾你的车 你和那些没有价值的人不一样 本此车夫满脸感激地表达了感谢 片刻后随着西安的一声呼和 他们已经顺利来到了中部城市萨贝伦 只是参加了学院最基础的属性测试 又让在场的众人震惊不已 只因他不仅身体等级为S 但属性的百分比更是高达92% 要知道即使是被称为神的孩子的爱丽丝 在毕业时谁属性才只有88% 就连院长见到后都不禁对他的未来产生好奇 他将来对于帝国而言究竟是灾难还是英雄呢 就在西安平安抵达萨贝伦后 一次失败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公爵夫人马加烈的耳中 他大发雷霆的吼道 这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保证会万无一失的吗 连个11岁的毛孩子都除不掉这项话吗 部下见状急忙解释 恐怕他身边有不为我们所知的帮手 希望夫人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这次我们可以派人去学院 话没说完马加烈当即驳回了他的想法 一想到之前西安对他的警告 您的儿子总得四肢健全地毕业吧 马加烈不由地交去一阵 紧接着他便吩咐下人什么都不要再做了 这次的事也绝不能被任何人知道 把那些有关联的人全部解决掉吧 与此同时另一点 西安正悠闲地躺在马车中若有所思 眼下自己平安无事的消息应该已经传回去了 这样下去大概就能顺利抵达学院 虽然从那天后弗拉基恩就一直在自己身边当作随从 但也是时候要诚治诚治这个家伙 画面一转 两人便到达了皇家学院 西安不禁感慨万千 即便在这里没有留下太多美好回忆 可这所学院却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来到学院后 西安第一时间带着徽章来到学院报道处 在入学手续办理完毕后 工作人员告诉他现在只需要等待分配宿舍 然后参加两天后的入学仪式和属性检测就可以了 片刻后 工作人员将一把钥匙和一件信封递到西安面前 西安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您确定没给错吗 旁的弗拉基恩见状更是惊掉了下巴 这可是皇家馆的钥匙 西安也没想到自己居然被安排的 只有皇室子弟才能入住的皇家馆 要知道家族中还从没有任何人享有这种待遇 这肯定是有人提前放出过口风 想把西安又一脸冷峻地朝着弗拉基恩看去 既然已经抵达了学院 行李也都收拾好了 那么你的任务也结束了 弗拉基恩不禁浑身颤抖冷汗直流 完蛋了 该来的还是来了 然而下一秒西安却直接掏出一袋金币放在他的手中 突如其来的反转将弗拉基恩整猛了 西安则告诉他这是辛苦费 等你离开这里不管是去做什么 总得有一笔充足的启动资金 日后不想死的话就不要再回维利亚斯了 听把弗拉基恩当即跪了下来 紧接着便一正言辞地说道 陈维利亚斯的正是骑士弗拉基恩 愿意终生守护尊贵的西安少年 我的父亲曾经说过 如果以后遇到值得终生追随的主君 千万不要迷茫 闻此西安叹了口气说道 你做了个非常麻烦的决定 如若日后我被刺你 你准备怎么做 弗拉基恩颤颤巍巍的回道 就就算那样也也没关系 没等他说完 西安便扭头朝着房间边走边说道 希望你不要背叛我 还有入学仪式太麻烦了 等到属性检测的时候再出门吧 几天后学院总长室内 一名老者看着手中的新生属性检测 开心故意 看来今年有很多有才能的同学啊 可当他看到西安的检测结果后 这不禁让他产生好奇 西利卡教官见词赶忙说道 要知道即使是被称为神的孩子的埃丽丝 在毕业时谁属性也只有88% 可西安的暗属性结果却达到了恐怖的92% 这让身为皇家学院总长的昆特尔产生了浓烈的兴趣 这可是历代被称为天才的孩子们也远远不及的数值 但这也让西利卡有些担忧 因为暗属性的特点 可能潜力还没被挖掘出来 人可能就先烂掉了 听到昆特尔突然话风一转 你知道西安贝尔特被安排进了皇家馆吗 教官听爸满脸震惊 随后又在昆特尔口中得知 这是皇帝陛下的特异孙子 听说是因为他在前线救下了依莎贝尔公主 目前皇帝陛下已经在考虑这两人的婚事了 被排除在皇权纷争外的第五皇女 和人才被出的贝尔特家族联手 如果这桩婚事真的成了 那么帝国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西利卡文言紧随其后地说道 那么围绕着皇位继承的纷争会进一步催化 说不定还会导致帝国分裂 昆特尔则示意他不用想太多 我们能做的也只有静静观望 这孩子将来是成为帝国的灾难还是英雄 只能拭目以待 与此同时 西安对此次的检测结果也颇感意外 前世明明是80%来着 难道是因为喝了魔兽血的员工吗 就在他宁神思考之际 迎面走来的克兰兹叹了还活着的西安后吓了一跳 这时身后的小胖子询问道 这就是你口中那个把你当成奴隶一样使唤的家伙 说话者正是加兰王国费那顿侯爵的儿子波普 随后他又指高气昂朝着西安问道 你就是那个不知道自己母亲是谁的家伙 西安见此露出了一副耐人寻味的笑容 在前世和克兰兹一起欺负自己的家伙 今天能在这里遇到简直太幸运了 波普看着一动不动的西安立声喝斗 滚开不长眼的家伙 可克兰兹却察觉到一丝不对 就当他要示意波普千万不要随意动手时 下一秒西安便抬脚直接将他踢翻在地 克兰兹看着眼前的一幕大惊失色 这可是侯爵的儿子 西安你简直就是在找死 他还只是使用了最简单的拔剑斩 却将实力强横的教官震退数目 使嬴男孩手中看似普通的一把利剑 实则是只有得到黑暗之神肯定后 才能使用的暗黑魔剑暗卡 就在西安部留情面一脚将波普踢晕后 玄机他便把手搭在了克兰兹身上 我对你在背后搞的小动作并不感兴趣 但是要是再被我发现 你恐怕就很难四肢完整地毕业了 克兰兹听霸神情一阵 一时间竟被吓得不知如何是好 现在看来以后的学院生活恐怕会很有趣 画面一转 从总长时出来的西丽卡不免有些担忧 以后恐怕要多加留意西安同学了 随后在他来到图书馆后 却惊奇地发现 原本藏在这里的书籍尽不见了 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你是在找这本书吗 文子西丽卡倍感意外 因为他从进来那刻 根本没有察觉到任何气息 可当他转身才发现来人居然是西安同学 西安同学这里可不是能随便进来的地方 可以将那本书还给我吗 那可是我进行研究的必备资料 听把西安直接将书籍递到他的手中 然而下一秒 逼到散发着黑暗气息的剑光从他身前划过 并将书籍一分为二 西安见此满脸疑惑 西丽卡教官这不是你口中所谓的必备资料吗 对 应该是暗杀组织的迷雾成员 西丽卡 尼格利特堂主 在前是我对西丽卡教官的第一印象 就是很平凡可亲 他不仅常常抽时间来找我聊天 甚至还对我的实力非常认可 一时间我竟被这种复杂的情感淹没 但直到后来我才发现这完全就是错觉 那只是他抛出的诱而已 实际上他只是在基于我那84%的暗属性 这次我绝不能再被他的演技欺骗了 皇家学院导师只是他伪装的身份 而他的真实身份是刺杀者 是隐藏在学院中的一名暗杀组织迷雾的堂主 眼看身份被拆穿的西丽卡却表现得异常平静 并示意他有什么化学研究室聊 见此西安不由一愣 果然刺杀者的内心都是无比强大呀 片刻后二人便来到了研究室 此时的西安正惬意的品尝着茶水 玄机他突然开口说道 茶的味道不对 你是在里面下毒了吗 西丽卡闻此哈哈一笑 不是什么强力毒药 你就放心吧 顶多只是会溶掉你体内的部分器官而已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因为长时间饮用魔兽血的缘故 所以这点毒根本不会对西安起到任何作用 眼看下毒没用西丽卡便直奔主题的问道 你是怎么知道我真实身份的 而且还知道夹在图书馆中那本书籍的准确位置 西安却直接告诉他自己也是迷雾一员 这么明显难道你没看出来吗 可西丽卡却认为他在撒谎 别以为属性数值高一点就可以肆意妄为 看来还得要我再说点什么才能证明啊 听说最近一段时间贵族们都在被一一杀害 进化工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西丽卡听完却装作一副没有听懂的样子 别装了 我说的就是暗杀行动 话音一落 西丽卡便一把推翻茶桌向他砸来 西安见此直接一拳将其击碎 可西丽卡却早已趁机来到西安上空 就算你真是迷雾的一员 我也不允许有被堂主不知晓的刺杀者存在 面对着西丽卡接二连三的攻势 西安无奈将暗凯掏出进行反击 西安你不相信的活 那我只能展示给你看了 说罢在西安的一番攻势下 西丽卡明显败下阵来 并且还被西安击退至数米开外 而得到一丝喘息的西丽卡突然震惊无比 你手中的那把剑 难道就是只有被暗黑之神阿尔肯定后 才能使用的暗黑魔剑暗凯 西安文此淡淡的说道 这下你总该认可我了吧 我想你现在是不是正在寻找组织的继承者 那么你要找的人就在这里 请把我带到阿尔面前吧 南海为了再次获得黑暗之神的认可 竟独自闯进了危机四伏的祭坛 面对着各种暗器与埋伏 南海非但不慌还能轻松化解 只因前世他便是大陆中最强的刺杀者 就在西安想方设法获得了西丽卡的信任后 西丽卡便带他来到了一处神秘据点 随着一道风云的施展 下一秒 一条散发着阴冷气息的道路出现在西安面前 西丽卡告诉他这就是通往你想去的祭坛大道 现在开始就只能你自己走了 刚一踏进 西安便意识到这里是用黑暗之神的力量创造出的空间 可就在这时他突然察觉到一丝不对 四点钟方向两个 十一点钟方向三个 果不其然偷袭而来的暗器都被他精准击落 与此同时埋伏在半空的黑影也举荐朝他袭来 话说这个欢迎仪式也太隆重了点吧 旋即西安开始反击 只见他将不断袭来的暗器一一踢回 面对着即将刺中面门的暗器 震惊之于刺客又赶忙化解 见此情景西安也有些意外 没想到能在那么短的瞬间里破解我的攻击 得到喘息机会的刺客也不敢留守 合力发动密集奥义死角之阵 面对着前后夹击之事 西安立刻施展了密集奥义杀气波动 这让冲杀过来的刺客有点难以置信 难道这小子是 要知道这可是刺杀者的独有秘境 是将自身的杀气具象化后 再通过身体放出 可杀气浓郁到这种程度的还是第一次见 说罢几人顿时丧失战斗能力 痛苦的更是难以呼吸 很快几名刺客便昏迷过去 然而战斗远没有结束 只见前方还有一人平静地站立着 难道是干部级别的吗 见此西安也不敢怠慢 急忙掏出暗凯准备施展物件巨树冲阵 可下一秒 那人竟飞身朝他袭来 见此西安只能急忙收件防御 这是什么人 居然能阻拦我的招数 随着他脸上的面具掉落 一副熟悉的面容出现在西安面前 你的绝技用得不错 在学院中我只能强行压制自己的战斗欲 可现在我已经忍不住了 给我展示你真正的力量吧 西安文词不由一乱 紧接着便施展了暗巫八十乱击将他击退 看着眼前的小鬼居然能如此熟练地使用刺杀者招数 这不禁让他对西安的兴趣又浓烈几分 可正当他要开始回击时 却发现西安竟会溜溜地逃跑了 只因西安心理清楚 西利卡就是沉溺于战斗欲望的堂主 一旦燃起他的斗欲 他只会打到死才会把休 此时追上来的西利卡邪魅一笑 赶紧让我们决一死战吧 你难道不是也在渴望这个吗 搜罢便施展了物件风暴席卷刺了过去 退无可退的西安只好转身回击 虽然会有杀死堂主的可能 不过现在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旋即他的眼神变得锐利 剑把弩张之际他突然瞪大双眼 下一秒静直接昏倒在地 这可把西利卡看得一头雾水 这时伴随着一道诡异的声响 西安手中的魔剑瞬间消散 并慢慢幻化成形 直接暗开摆出一副居高零下的姿态说道 你应该知道我的吧 现在这是什么情况 一群自称信仰阿尔的人 竟敢动我的主人 西利卡当即认出了他的身份 紧接着便单膝下跪恭敬地说道 魔剑大人 我只是作为堂主进行一些确认工作 仅仅是想搞明白 既然你们没有这么做 我是不是可以当作你们也是在对我发起挑战 西利卡见此立刻转移话题 在那之前我们不应该先关心一下我们的继承者 暗开扭头看去一脸错了 搞什么 怎么会变成这副死样子 西利卡则急忙解释 是因为暗开大人显现了完全实体化形态 但这种形态是通过吸收主人的生命力维持的 可以说是非常没有效力的方式 暗开没有理会他话语中的嘲讽 反而一把揪起西安吐槽道 才这种程度你就开始吐血 难道那么多的魔兽穴都是白喝的吗 然而这时西利卡却突然画风一转 无论如何既然有人要发起挑战 身为迷雾堂主的我是不会拒绝的 如有对手是魔剑大人 那我就更无法拒绝了 清醒过来的西安文言不禁冷汗直流 这个疯子竟然当面挑衅暗开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否则一会哭着求我可就没用了 求之不得 眼看大战一触即发 这时一道威严的声音喝止了他们 到此为止 把继承者带到祭坛来吧 西安见此灰心一笑 黑暗之神阿尔终于要见面了 面积了面积了 西安经历重重闲嘴 欲如愿和黑暗之神面积了 结果面对着前世相同的提问 西安却做出了不一样的回答 而他之所以想要获得黑暗之神的认可 是因为在世人眼中 他们一直是邪恶的 杀人如麻的恶魔 可只有西安知道 他们只是想守护 无助弱小之人的傻瓜 就在西安踏进法阵后 映入眼帘的便是一条数十米的台阶 而台阶的镜头靠坐着一道身影 西安一眼便认出 他就是自己想见的那位 黑暗之神阿尔 阿尔率先发问 你叫西安贝尔特 你凭什么能成为继承者 要知道成为继承者的路只有两条 一是接受我直接降下的迷雾石 二是迷雾石会自行跑到 具有资格的人身上 一年前原本应该在祭坛中的迷雾石 莫名消失了 而在你身上我能感知到他的力量 这样看来是跑到你身体了 还有 你居然还唤醒了 连我都无法掌控行踪的暗开 并且还能熟练地使用它 再加上刚才对战时 你那不符合年龄的沉沦 说到这阿尔顿时醒悟 难道你是来自一个 跟我不同时间线的重生者吗 文言西安一脸凝重 他竟然什么都不知道 难道我的重生跟他没有一点关系吗 想把西安直接发问 那么是谁让我重生的 阿尔文词摆了白手 如果你需要的是一位全知全能的神 那你可找错人了 我现在早已被剥夺神权许久了 还能预知到什么 西安听完满脸失望 西安能言满脸迂惑 阿尔却告诉他 这么完美的一个成品继承者摆在眼前 自己就没必要丛林调教了 这不就是所谓的天上掉馅饼吗 文子西安一阵无语 这副乐观的态度倒还是老样子 可下一秒他神情顿时变得严肃 你好像还带来了一样我很厌恶的东西 没想到你不仅仅获得了魔剑 居然还得到了圣剑的力量 西安听罢邪魅一笑 你多虑了 我只是想把这东西变成一个 再也无法见光的破铜烂体而已 阿尔对此回答十分满意 不过想要成为继承者就得按规矩来 作为你绝对的主人 那么我现在问你 身为我力量的继承者呀 你要用这份力量去追求什么呢 文子西安陷入恍惚 前世自己也面对了同样的提问 那是我的回答事 为了哥哥而活 可如今看来那简直就是蠢货才有的想法 但当时他们并没有轻视我前世的回答 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这样的回答让他们早就预料到 我那悲惨的结局了 想到这所有的机遇不甘瞬间涌入脑海 随后西安决绝地回答 我没有有关亲情或者信念之类的伟大理想 我只会自私地 为我自己使用你的力量 这个回答不禁让阿尔有些意外 对与错都是自己判断的 但你有信心能做到不后悔这个决定吗 我希望你能慎重回答 因为我会根据你的回答来决定你的生死 西安并没在意他的威胁 而是斩钉截铁地说道 不管因为我的举动发生什么样的事 会带来怎样的结果 我都无所谓 我也不会去遵循自己选择以外的任何指示或命令 这就是我现在所追求的道 阿尔听完也洞察到他有所隐情 可以跟我说说吗 然而西安却直接拒绝了他的要求 阿尔见此不再多问 只要你能净化掉那些信徒交上来的名单 你就会得到我的认可 接下来我要和我的女儿谈一谈了 文子暗凯顿时冷汗直流 结果下一秒就被阿尔抓在手里不停揉搓 这么久没见你变了许多 那么你喜欢这个小主人吗 说着就不管不顾的嘟起嘴朝他亲去 我也没什么能给你主人的东西 不过起码总得关照下你不是吗 暗凯见此奋力挣扎并不断请求西安帮助 然而西安却直接将头扭向一边 没想到你们父女关系可真好啊 可就在阿尔那性感的嘴唇即将触及到暗凯时 瞬间挤到魔法阵从二人中间显现 暗凯对此满脸迷惑 可下一秒伴着魔法阵的消散 暗凯竟完全幻化成人了 见此情景西安倍感意外 居然没有任何魔力消耗 难道是属于阿尔的力量吗 此时暗凯怒不可遏地揪着阿尔的衣领 质问着对自己做了什么 阿尔告诉他 只是把自己的部分生命力分给了他 这难道不是应该开心的事吗 以后你要是对主人产生了什么非分之行 难道不是必须要用尸体的吗 暗凯听完火气更大了 而西安也只能无奈地看着这一期 画面一转学院宿舍内 弗拉基恩偷默地询问着眼下的状况 可西安对此也无法解释 只见身前暗凯和西利卡二人 眼神中正发生着激烈碰撞 这时暗凯阳怪气地说道 天哪 谁家女教官居然会一大早就跑进男生寝室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有什么特别的仕途关系 西利卡文此露出一副耐人寻味的笑容 我只是为了方便给学生进行正确指导 作为行主行动不应该更加小心谨慎些吗 别人要做什么和你有什么关系 眼看局势紧张 西安急忙表示想要出去走走 只留下弗拉基恩一人不知如何是好 片刻后来到楼顶的西安终于松了口气 就在这时一股血腥的气味飘荡而来 与此同时 一名学生重重地摔在角落 并且嘴中还喷出了一口老血 随后他颤颤巍巍地看向对面 只见不远处三人正一脸玩味的百弄身姿 接下来就尝尝这个吧 这可是我特意给你带来的美味 我想你一定会吃下去的对吧 就在这时 身后一道声音突然阻拦到 大家同为学生 怎么能进行这么残忍的举动 难道你不觉得羞耻吗 身为加兰王国卢米尔公爵长子的贝伦厅吧 一脸愤恨地问道 你算什么东西 你还毫不畏惧地回答 乌西夫帝国的皇女 伊沙贝尔 似软弱瘦小的欺凌对象 实则却是未来大陆中的第一剑客 可这些只有西安知道 只因他正是自己的前世宿敌 莱西乌斯 就在伊沙贝尔公主亮明身份后 贝伦却露出了一抹不以为然的笑容 原来是乌西夫帝国的第五皇女 很荣幸在这里见到你 伊沙贝尔怒斥道 我现在可没有心情和你打招 还请你解释下现在的状况 听罢贝伦一把揪起莱西乌斯的衣领 并将他搂在身前质问道 我们现在是在欺负你吗 莱西乌斯切切地表示自己没有受欺负 我们只是在闹着玩 还请公主殿下就此离开吧 看着那一脸被强迫的表情 伊沙贝尔大声吼道 到底为什么被这么对待还要隐瞒 贝伦问此路出一抹坏笑 公主殿下您都听见了吧 还望你不要多管闲事 然而伊沙贝尔并没理会 而是执意要将莱西乌斯带走 就在他将要触及到莱西乌斯的手臂时 贝伦却一把将他拦下 看来您还没理解我的话 我不是叫你不要多管闲事的吗 一个软弱无力不受盖见的第五皇女 发音一落 一到凌厉的眼神瞬间掠过他的视线 下一秒一记扫堂腿 便将他掀翻在地 随后西安将目光落在那位被欺凌的女孩身上 他就是我记忆中的莱西乌斯吗 他原本是乌西夫帝国出身 但不知为何在从皇家学院毕业后 就加入了加兰王国武者家族的克莱因伯爵家 并且更换的国籍 最终我封帝国的命令去暗杀他 可我却没有这么做 而是将这次暗杀变成了一场光明正大的决斗 也不是因为什么特殊原因 只是因为毫无魔力的他 竟能纯粹依靠自身剑术到达巅峰 后来更是被人们誉为大陆第一剑 所以我不想让他莫名其妙地死掉 但不得不说那场战斗确实让我印象深刻 要知道能让我使出权力的对手也没几个 只是西安乱乱没想到 如今的他竟弱小的毫无还手之力 此时贝伦也狼狈地从地上爬起 怎么会有这么多喜欢多管闲事的人 你就是西安贝尔特 难道你也想掺和到我们的游戏里吗 西安文词眼神顿时变得冷静 游戏 往他人嘴里塞魔力球的游戏 要知道吞噬掉魔力球 可是会直接导致体内的魔力彻底催悟 不过你们既然想玩 不如让你们也尝尝吧 贝伦健壮顿时满脸不可思议 怎么没见过这么大的魔法球吗 愣着做什么 还不赶紧给我张嘴 此事过后 伊莎贝尔细心地为莱西乌斯包扎好外伤 但是内伤还需要慢慢恢复 于是伊莎贝尔当即决定将他留下好好休养 莱西乌斯对此十分感谢 可伊莎贝尔却表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了 以后有我们家西安在 他们保准不敢再欺负你 反观西安却沉思起来 能在这种环境下一直坚持下去 真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难道这就是大陆第一见 那不同凡响的承受能力吗 出神之际 莱西乌斯突然打断了他的思绪 只见他羞红着脸颊询问道 你难道认识我吗 你好像从刚才开始就在一直盯着我 文此西安急忙解释 我以为你是我认识的人 不过好像是我认错了 如果让你不高兴了 那么抱歉 看着屋内的气氛逐渐不对 伊莎贝尔急忙转移话题 对了莱西乌斯你的宿舍在哪边 莱西乌斯告诉他是科米内馆 是平民居住的地方 自己也是被菲特尔剑术教官特招入学的 当时他还承诺在我入学后保护我 可如今他却突然从学院退出了 西安文此顿时明白一切 那么公主殿下不如将他收为侍从 这样他不仅有了靠山 你也能从他那里学到剑术 伊莎贝尔听罢顿时蒙圈 他可是男孩子怎么能做我的侍从 西安文此一阵无语 这位同学是女生 伊莎贝尔听罢顿时傻眼 莱西乌斯急忙解释自己并没有想欺骗公主殿下 只是我从小就是短发 再加上这副打扮 所以难免会被人误会 文此伊莎贝尔整个人更加不好 西安都能看出来 我却没看出 随后调整好情绪的伊莎贝尔一脸严肃地问道 总之我觉得西安的提议很不错 你认为呢 如果成为我的人 你不仅不会再被欺负 还可以尽情地学习自己想学的东西 莱西乌斯满怀激动地表达着感谢 作为公主殿下的侍从 我一定不会让您蒙羞的 但当伊莎贝尔一脸开心地看向西安时 却发现早已没了他的踪影 而西安之所以会做出那种提议 不仅仅是对莱西乌斯潜力的认可 更是想搞清楚 他最终抛弃乌西夫帝国的内情 而通过这次事件 西安也终于知道 前世莱西乌斯叛离帝国的起因了 如果不是贝伦害他失去魔力 那么日后拥有魔力的大陆第一件 实力一定会更加强悍 就算是我也很难打败他吧 但不管如何眼下西安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原来是希利卡早上传来了指令 而这也将是他作为迷雾继承者 要进行的第一次进化工作 是人们眼中善意的代表 结果却在自己的地盘遭人暗杀 只因他在背地 不仅进行着各种违背人伦道德的一种交配实验 甚至还干着贩卖人口的违法勾当 就在西安接收到第一次进化任务后 这不禁让他有些头疼 没想到第一次任务就这么有挑战性 看来以后指不定还有什么更麻烦的差事 就在这时西安突然察觉到一阵一动 下一秒身后的墙壁瞬间被砸了一个大窟窿 带烟雾散去 一个高大强壮的身影赫然出现在西安面前 你就是西安贝尔特吧 那个在学院属性测试中 魔法等级一星身体等级S的脚 我的名字是赛特 和你一样都是新生 西安文此顿时傻眼 这个体格居然会是新生 可这个名字怎么听着如此耳熟 是赛特又一脸亢奋地说道 我听说你不仅从龙的手中活了下来 而且更是连我都没达到的S级身体等级 那么就和我打一架吧 看着赛特胸口的文案 西安突然想起什么 原来他就是学院属性测试中 那个拥有沙属性的天才战士 这个文案同时也是萨法尼亚的象征 看来萨法尼亚王子入学到学院的传言是真的 萨法尼亚是建立在大陆东部沙漠一带的强国 就连乌西夫帝国也难以将其征服 但就是这么一个以强大凝聚力文明的国家 却因为唯一继承者第一王子的突然离世 走向了急速衰败的结局 更不可思议的是 王子的死因竟是因为异常感冒导致的 只因为过于重视身体强度的他 却从来没有证实过真正的健康问题 没想到居然能在这里遇到这位杀之王子 可眼下更重要的是进化任务 思索片刻后 西安当场拒绝了他的对决邀请 赛特满脸疑惑 从西安口中得知学院禁止未经允许的对决 如果想要对战就需要向行政士提交申请 赛特听爸急忙询问他行政士的位置 西安随手指了一个方向 本管三楼 听爸他立刻兴冲冲的飞奔而去 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身影 西安不禁感叹 果然连脑子里都是肌肉啊 虽然不知道对决申请能不能审批下来 但好在把这个难缠的家伙置疼 画面一转 城中的某处地牢里 一名为首的男人正在吩咐护卫卫们加强戒备 因为今天的商品可谓价值连城 此人正是大陆三大富豪之一的自克曼 也是人们眼中善意的代表 然而人们不知道的是 背地里他却是干着一种交配实验和贩卖人口的垃圾 此时西安躲在角落默默地观察着一切 看来任务能比预计结束得更早 可就在他掏出恶魔之剑准备动手时 暗凯却告诉他 这里似乎有一股非常复杂的气息 好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东西 与此同时 斯克曼正在盯着牢中的商品有些出神 殊不知周身早已被一股黑色烟雾笼罩 伴着一道道剑光掠过 那些被斯克曼高薪聘请的护卫 一个接一个的当场毙命 斯克曼见此急忙求劳 你要什么我都能给你 要钱的话无论多少我都付得起 话音一落 一道无情的剑光从他手臂划过 我想要你的命 可在此之前我要让你死得明明白白 斯克曼奥巴斯 进行着各种违背人伦道德的一种交配实验 并且还从事着贩卖人口的违法勾当 现在我再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好好忏悔下你犯的恶行吧 随着时间慢慢流逝 斯克曼也渐渐绝望 我只是为了混口饭吃 那些商品还有奴隶 不正是因为有需求我才会去卖的吗 灵灵那些买主才是真正的恶人 我又做错了什么 果不其然 这种靠着违法网上攀爬的家伙 怎么可能反省 现在一分钟结束 还是痛苦的死去吧 说放在斯克曼的疯狂哀求下 西安直接施展了暗舞巴士乱机 表结了他伪善的一生 进化任务到此结束 但在离开前 西安还想搞清楚暗凯口中的复杂气息 根据暗凯的指引 牢房的栏杆瞬间被他砍得吸碎 眼前的一幕不禁让他感到错愕 只见一个抱着巨蛋的女孩 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 显然他已经死了 可暗凯却提醒他注意那个巨蛋 那是颗龙蛋 但诡异的是龙蛋内部散发着 两种不同气息 画面一转 西安将龙蛋带回宿舍 弗拉基恩见此满脸疑惑 这颗龙蛋是从哪来的 干而西安并没理会 只是盯着龙蛋若有所思 没想到居然有人会卖这么危险的东西 背后的买家又会是谁呢 这时弗拉基恩又一脸担忧地问道 万一他被孵化了怎么办 西安却示意他不必担心 因为龙蛋相当于是 各种属性汇聚起来的魔力团 只有不断注入相应属性魔力才会孵化 所以离开母龙身边的龙蛋 其实与一颗漂亮的石头无异 说话间只听咔的一声 突发的变故瞬间打了西安的脸 居然是盘壳破了 难道他真的要孵化了 随手捡回来的一颗龙蛋 竟孵化出一个四人飞龙的生物 可力男还没想到的是 自己同时也解锁了一个新的身份 就在西安将龙蛋带回宿舍后 龙蛋竟出乎意料地孵化 随着蛋壳慢慢裂开 下一秒一个四人飞龙的生物出现在西安面前 西安见此满脸诧异 那名女子怀中抱着的居然是龙和人类的结晶 小龙女 出神之际小龙女两眼放光地看着西安 拳击一边大喊着爸爸一边扑进她的怀中 西安闻此神情一阵 她是把我误认为父母了吗 而一旁的暗凯却忍不住地讥笑起来 爸爸 他叫你爸爸 11岁的小屁孩居然当爸爸 面对着暗凯的嘲笑西安一阵白眼 要知道这颗龙蛋可是你让我带走的 我还记得当时你说过 离开母龙的龙蛋就和一块漂亮的石头没有区别 可现在你却笑得最大声 你不是说没见过这种情况吗 面对着西安的质问 暗凯心虚地表示自己也没想到会是这种局面 不过话说回来 既然是龙和人的混血 说不定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威胁了吧 西安当即赞同了暗凯的说法 要知道在信仰光明之神的帝国里 这种半人半兽的物种根本不可能被人类接受 同时如果被虫上血脉纯净的龙知晓了这个孩子的存在 也一定会为了维护种族名誉 把所有知晓这个孩子的人全部消灭 所以这个小家伙从一出生 就注定会面对着整个世界的恶意 一想到他以后痛苦的一生 现在就把他杀掉是不是反而更加仁慈 与其生活在唾弃不幸之中 不如就在这懵懂的年纪结束这一生吧 就在这时小龙女突然苏醒过来 并且嘴里还不停呼喊着爸爸 这让一向自认为冷血的西安陷入犹豫 此刻小龙女又一次扑进她的怀中 这种久违的温暖让西安顿时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随后西安将她安稳地举起 看着她那纯洁的笑容内心一阵涌动 算了就这样吧 暗凯我们就养着她吧 麻烦的事情总会有办法解决的 暗凯听爸当即泼了一盆冷水 你不会打算将他养大后替你办事吧 画面一转 贝尔特公爵城堡内 马加烈夫人正坐立难安不知如何是好 西安这小子 如果就这么放任她不管 我家克兰兹可就危险了 这时身后一道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 来人正是埃歇尔 母亲你看起来很焦虑 如果有什么为难的事 可以随时吩咐我 马加烈惊慌地表示感谢 旋即便随便找了个借口离开了 带马加烈走后 身后的近视突然来报 大少爷 现人在去学院的路途中 发现了六名高级骑士的尸体 剩下的一位好像是随小少爷一起去学院了 如您所料 这起刺杀事件的幕后主使正是马加烈夫人 还有最后一件事 据说小少爷被安排进了学院的皇家馆 埃歇尔听爸露出一抹坏笑 都是一些已经知道的信息 看来你最后还是没能调查出任何有关西安的事 辛苦你了克林公 以后就此打住吧 既是听爸顿时一惊 因为他心里十分清楚 一旦自己没有利用价值后 会面临着什么境遇 和自己千辛万苦才爬到这个位置 学不能就这样轻易倒下 想到这克林急忙承诺 大少爷 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亲自去学院调查 这次绝对不会让您失望 对此埃歇尔很是满意 我的弟弟肯定还隐瞒着什么 这次还请克林公调查出来 现在就即刻动身了 画面一转 就在西安和暗卡笨拙地给小龙女喂奶时 希丽卡突然闯了进来 看着此时正在喝奶的小龙女 她满脸疑惑 希丽卡却表示此时说来话长 还是先说明一下你的来意吧 希丽卡推了推眼眶一脸严肃地说道 希安同学 你闯了一个大祸 这是对决申请书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要知道这场对决已经成为全校最热的话题了 难道你就这么想引人注目吗 希安见此也很意外 没想到赛特这家伙还真是固执 竟然真的去行政室申请对决了 暗卡表现得不以为然 这么大惊小怪干嘛 两个11岁新生打架有什么大不了的 反观希安却十分头疼 这个11岁新生可不是普通的新生 决斗什么时候开始 两小时后 片刻后 希安和赛特一同站在了对决场地 赛特一脸兴奋地说道 我等这一刻已经很久了 原本我是想申请格斗对决 不过学院只支持剑术和魔法对决 你打算使用魔法吗 如果你不用我也不用 赛特听罢嘴角不惊上扬 果然我简直越来越喜欢你了 不过你可别后悔啊 说法他一个剑步便提剑及时而来 这让希安倍感意外 没想到拥有这副身形动作还会如此之快 不过剑招太拙劣了 这种只有力量的进攻很容易被轻松化解 面对这种对手 只能寻找机会一招制胜 毕竟刺客最拿手不是力量 而是敏捷和精准 而这种借力泄力的技巧 更是他通过千百次的浴血搏杀锤炼而得 一旦像赛特这种无法依靠 惯用战术取得优势的对手 那么就会陷入无限被动之中 就是现在 只见希安瞅准时机顺势抡起他的大头 并狠狠地朝着地面砸去 赛特万万没想到 自己竟会以这种形式收场 本是一场两大天才新生的强强对决 结果却成了剑术和魔法上的全面碾压 结果了最后胜利 然而战斗却没结束 此时赛特脸上写满了亢奋 剑术对决是我输了 可接下来不管用什么方法 我都要赢下来 输发一股金色能量不断从他体内散发 伴着一声巨响 下一瞬赛特的身体强度顿时增强几倍 衣衫也被壮瘦的肌肉称爆 希安贝尔特 让我见识见识你真正的实力吧 与此同时 观战台上的院长也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 还真是两个唐突的家伙 居然在对决中分开比较了剑术和魔法 这时希利卡突然上前开口 这样看来剑术方面是希安同学技高一筹 院长当即赞同了他的看法 毕竟对于身体等级而言 身为S级的希安赢下一级的赛特 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接下来的魔法对决 更加看重的是魔法等级 而赛特同学的魔法等级已经达到三星 这放在整个学院中都是非常突出的存在 真是让人十分好奇 希安同学又会如何应对呢 反观希利卡的脸色却十分难看 这样简直太引人注目了 与此同时对决场内 赛特率先汇聚魔力 直接发动了死亡之拳 沙属性的魔法果然威力不俗 只是最低等级的魔法 就将地面砸了个大窟窿 好在希安凭借着前世的战斗经验 躲过了一波又一波的袭击 然而就在他喘息之际 赛特抓住时机释放了沙漠之雅 下一秒 平地而起的沙尘化作獠牙将希安团团围住 好在希安反应迅速及时抽身 看着气恐怖的威力 希安不禁暗叹 这等气势恐怕只有四星魔法等级 才能用出来的吧 要知道负责维持结界决斗的屏障 只有四星 说不定这场战斗可能会超出掌控 眼看希安不公直躲 这让赛特感到十分不悦 你还打算像个老鼠一样躲到什么时候 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战斗 希安听完一本正经的回答 难道我要正面挨打吗 听闻此言赛特顿时怒了 当即便使出了最强一击沙尘暴 看台上的希丽卡见此满脸震惊 赛特同学的魔法不是三星级的吗 可他为什么用出了四星魔法 伴着沙尘暴地放出赛特一脸自信 这一招你不可能再躲开了 希安见此满脸兴奋 这一次就正面对抗一下吧 随着魔法不停在结界内涌动 黄御屏障竟出人意料地破裂了 负责维持结界的教官满脸错了 该死的 只是一个学生居然能产生这么大的能量 院长到底在做什么 难道还不打算出手吗 同样希丽卡也看出情况不妙 院长大人还请您出手立刻终止对决 然而院长却不为所动 下面可是正发生对有趣的事 只见此刻希安手中凝聚着一颗黑色虚无之球 这是只属于暗属性的秘法 没有任何攻击伤害 却可以吞噬一切魔法能量 随着虚无之球慢慢变大 沙奈坚四星杀魔法便被吞噬得无影如踪 赛特满脸疑惑 这是什么情况 那个黑球是魔法吗 看台上的众人见状更是无不震惊 这还是公认最没用的暗属性吗 那样的魔法简直闻所未闻 此时赛特无力地跪在地上 我居然在剑术和魔法对决中完败了 看着他那沮丧的神情 希安内心莫名产生一丝愧疚 是不是我太用力了 结果下一秒赛特又振奋起来 很好 我早已厌倦了跟那些弱者的对决 虽然这次我输了 但也激起了我修行的欲望 等我变强后我还会再次向你发起挑战 那时候你也会接受得对吧 面对着他这永不言败真诚坦率的性格 希安对他表达认可的同时 也谢绝了他的挑战 画面一转 弗拉基恩承担了照顾小龙女的侄子 没想到多年照顾弟弟妹妹的经验 居然在这时派上用场了 随着一声亲切的呼喊 小公主该吃饭了 可下一秒弗拉基恩的脸上写满震惊 怎么可能 只是一上午的时间 竟然长成了五六岁的模样 随后从决斗场赶回来的希安 对此也是满脸差异 虽然知道龙的成长速度很快 但只是几个小时的时间 他居然长到这么大了 按照这个速度成长下去 恐怕就不能继续养在这里了 就在这时 身后突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暗凯的事情我还能帮你隐藏 可这个小龙女我恐怕很难提供帮助 说到希丽卡突然话锋一转 如果你一直像今天这么高调形势的话 那么势必会引起所有人的注意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两大天才新生对决终于落下帷幕 希安已全面碾压之姿寄金四座 然而本该荣誉加深了他 结果却收到了来自院长的处分 就在希安赢得与赛特的对决后 回到宿舍的他便遭到了希丽卡的呵斥 如果你一直像今天这般高调形势的话 那么势必会引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说罢他又将暗光转移到小龙女身上 虽然任务中捡到的东西 你有权随意处理 但龙人这种生物恐怕是你无法解决的吧 对此希安却早已做好打算 照顾小龙女的工作就由弗拉基恩承担 然后我会在宿舍里布置一层结解 用来掩盖暗凯和小龙女的气息 这样一般人就不会有所察觉 希丽卡听罢也不再多说 紧接着又将一封信件递到他的面前 希安见此淡淡一笑 如果这是对决胜利的嘉奖 是不是有点太让人失望了 然而希丽卡却只是叮嘱他最近形势要小心 现在可是被那位盯上了 待希丽卡走后 拆开信件的希安才发现 原来这是一封处分信 里面的内容则是由于态度不佳 要让他们从宿舍搬离出去 闻此小龙女顿时满脸惊慌 那我们岂不是要去睡大街了 看着小龙女那一脸天真烂漫的模样 希安伸手摸着她的脑袋安抚道 我们家小不点不必担心 爸爸会亲自过去抗议 原来希安早就注意到处分信的署名 不是来自行政室而是院长亲笔 那么想必一定是院长的特意召见 依希记的上一世与院长的第一次会面 是因为自己请求要加入哥哥的光之骑士团 当时的院长对此很是不解 难道你就打算为了那个了不起的哥哥而活吗 看着我那毅然决然的眼神 院长也没再多说 但最后还是给了我一条忠告 加入那里你恐怕也不会有好下场 不管是失恋还是残酷的任务 对你而言都是毫无益处的 你只能作为某个人的傀儡而活 甚至最终你只会怨恨你的哥哥 想到这希安一脸期待 那么这次又会聊些什么呢 这时弗拉基恩突然开口 少爷现在是不是也该给这个孩子起个名字了 总不能一直叫他小不点吧 这可把希安整不会了 那那那不如就叫娜娜吧 弗拉基恩虽然内心一百个不愿意 可口头上还是认同了希安的想法 文词小龙女开心极了 娜娜好听 我要向爸爸命 我要叫娜娜贝尔特 画面一转院长室内 院长正在回想着刚才决斗的场景 希安贝尔特 虽然魔法等级一般 但居然能凭借着一颗黑球吞噬掉四星魔法 并且他还表现得毫不费力 简直是令人恐惧的才能 我很好奇你的极限到底在哪里 与此同时前往院长室的路上 希安一直想不明白 身为前任皇后迪亚娜父亲的院长昆特 在迪亚娜死后 就一直专心在皇家学院培养人子 希安突然察觉到一丝不对 看来他这般可恶的心机倒还是一如既往 随着希安抬指凭空一瞧 下一秒一层九星级进入结界出现在他面前 希安见此灰心一笑 如果这是对我的考验 那么我就接下来 而此时的院长正若有所思 要想打破这层结界 就必须具备超越大魔法师的实力 我倒要看看你小子究竟会如何破解 坐在这时 上空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只见希安竟破窗而露出现在他的面前 学生希安 先来找院长进行抗议 见此情景院长倍感意外 没想到今天居然被一个小鬼上了一课 随后他缓缓开口 你是来抗议的 希安当即点了点头 根据处分信的署名以及门外的结解 我可以断定处分信只是个借口 而您真实的目的是打算试探我的才能 见被拆穿院长也不再隐瞒 虽然手段有些过激 但确实也成功验证了你的才能 可我并不会撤销处分 除非你能将我说服 希安当即询问是不是说什么都可以 在得到院长的许可后 希安的眼神顿时严肃起来 请问院长是想要帝国的繁荣 还是家族的荣耀 文子院长眼神先是异朗 随后又缓缓开口 还真是个唐突的问题 这两个都不是我想要的 那么假如在西弗勒陛下去世后 如果即位的不是第一皇子 而是第三第四皇子 您也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吗 文子院长顿时气场全开 比这已经不是唐突 简直就是过于冒犯了 可这在我看来 他现在和前世的我根本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昆特尔在前世的皇位纷争中 为自己的外孙第一皇子路易斯登上皇位 做出了巨大贡献 可性情暴虐的路易斯 却杀掉了所有和他抢夺皇位的兄弟 而身为最大功臣的他 因为一句反对被扣上了反叛者的帽子 最终死在了最爱的外孙手中 这是院长起身愤怒的吼道 你以为过去一百年的和平会那么轻易打破吗 我本以为你是个可诉之才 现在看来简直愚蠢至极 西安文此一脸风轻云淡的回头 第一皇子和第二皇女 可是你那病逝的女儿所生 现任皇后的第三第四皇子可不会放过他们 要知道卡珊德拉皇后背后的内弗勒斯家族 对权力的渴望已经达到了可怕的地步 他们为了掌握帝国实权 可是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所以帝国看似一片平和实则早已波涛暗影 并且在和平彻底被打破的那一天 这所学院也会跟着完蛋 听话院长神情一阵 这真是一个年仅11岁的孩子能有的想法吗 居然这么精准地看破了当前局势 紧接着他故作镇定地询问西安有何目的 西安则表示想跟他做场交易 我可以帮你 不管是家族还是学院的和平 不过作为报酬还请你先撤回处分 听话院长阴冷一笑 紧接着屋顶便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魔法阵 你小子简直太狂妄了 现在就让我挫挫你的锐气 说吧数条锁链从魔法阵中钻出 下一秒就将西安捆得结结实实 然而西安却不屑一笑 院长大人 你是想和我打一架吗 安孩以一心实力吞噬九星魔法 屋顶撤销了学院对自己的处分 甚至还成功获得了院长认可 只因他知晓学院将在不久后分崩离析 不想见此结局的他如今却毫无办法 于是他决定从院长入手 只要能成功将其说服 那么一切就还有回旋的余地 可这在院长看来简直就是过于冒犯 下一秒屋顶便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魔法阵 现在就让我挫挫你的锐气 说吧数条锁链从魔法阵中钻出 刹那间就将西安捆得结结实实 不管你再怎么能上天入地 也很难挣脱我的九星魔法审判锁链 如果你现在老老实实认错 我可以当你什么都没说过 本此西安嘴角微微一翘 那我就给你看得好了 说完西安便施展了暗属性魔法虚无之球 随着虚无之球慢慢扩散 刹那间九星魔法审判锁链 就被吞噬得无影无踪 突如其来的变故显然颠覆了院长的眼睛 怎么可能 区区异星魔法居然能吞噬九星魔法 这个少年到底有着怎样的天分 这是西安淡淡开口 这种程度的话 您还认为我是在说大话吗 院长陈生道 我认可你了 并且处分信也会撤销 难道你就没有其他要求了吗 对此西安急于肯定回答 自己只是希望能度过一段平静的学院生涯 实则是自己不想看到 学院再次分崩离析的结局 和院长交谈结束后 我答应他尽量不会缺席任何一堂子 可眼下我就后悔了 毕竟要把三十年的课再听一遍 简直太无聊了 真是漫长的一天 最近也没有进化工作 还是直接去修炼吧 就在这时 身后突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西安你要去呢 现在应该还没下课吧 问话者正是第五皇女伊莎贝尔 对此西安心虚地表示去卫生间 可伊莎贝尔当场便拆穿了她的谎言 卫生间明明在另一边 你为何要对我说谎 西安甘大一笑急忙转移话题 不知道现在公主殿下剑术有没有提高 伊莎贝尔闻此有些生气 你怎么现在还叫我公主殿下 我们难道不是好朋友了吗 西安顿时冷汗直流 天啊 谁来救救我呀 就在这时 不然有人呼喊伊莎贝尔的名字 当他闻声看去时 伊莎贝尔和洛里昂 伊莎贝尔急忙上前行李 可换来的却是两人的冷嘲热服 你都这么大了还和平民们鬼混吗 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随后二人又将目光转移到西安身上 你就是西安贝尔特吧 早在父皇那里就听说你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 而且不久前的对决也非常让人印象深刻 下次聚会还请你务必赏眼参加 到时候我们再痛快畅聊 洛里昂更是直言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与帝国的皇子成为朋友可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 希望到时候能见到你的身影 说完他又来到仍在行李的伊莎贝尔身前讥笑道 这个派对可不会对和平民鬼混的公主开放 别以为自己是个皇女 就可以招摇过世了 要懂得时刻认清自己的位置 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 白希乌斯十分不解 本师兄妹为何言语如此咄咄逼人 西安则直接了当开口 在权力面前亲情根本不值一提 所以在他们看来 公主殿下就是一颗绊脚石 如果他们的目的就是将你除掉的话 你也就大可不必伤心了 随着西安的转身离去 伊莎贝尔不仅脸上红得发烫 内心更是莫名的小鹿乱撞 回到宿舍后 西安却发现房间只有奶奶一人在熟睡 安凯和弗拉基恩都不见踪影 随着他一遍遍轻声呼喊 安凯睡眼惺忪地来到西安面前 西安见此一乐 你怎么又变回恶魔形态了 安凯不耐烦地表示这样方便隐藏气息 你叫我来有什么事 西安吩咐他去找一下弗拉基恩 安凯当即炸毛 你把我当什么了 居然让我去找人 而且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 此下一刻他便停止了叫喊 西安也神情一正 好浓烈的血腥味 与此同时 托拉基恩正鼻青脸肿地躺在地上 原来就在刚才 为了哄奶奶开心 托拉基恩特意去集市为他购买了许多糖果 就在他畅想着奶奶会为此十分高兴时 他突然察觉到有人在跟踪自己 请出来见一面吧 话音一落 只见一群人影 面露凶涩地从暗像里走出 眼下为首的人不断叫嚣 没想到唯一的守护骑士 居然这么废物 从现在开始 我要把你身上的骨头一根根折断 让你主人好好瞧瞧 这就是得罪我贝伦的下场 闻此弗拉基恩不停没有求劳 反而还露出一抹耐人寻味的笑容 因为在他看来这就是无能的表现 贝伦见此眼神顿时变得锐利 简直是个疯子 难道是被打出精神问题了 真是扫兴 就让他死在这里吧 他本是声名显赫的贵族公子 却被迷雾组织列为了进化目标 只因他前世人格问题臭名昭著 不仅喜欢将小动物活活烧死 猎杀仆人更是家常便粉 而如今再次落入西安之手的他 竟尝到了彼此还痛苦的滋味 原来就在贝伦一行人准备对弗拉基恩痛下杀手时 一道声音突然打断了他们 来人正是西安贝尔特 看着弗拉基恩那鼻青脸肿的模样 西安牙关顿时一紧 简直是一群不知死活的家伙 贝伦见此冷汗固有的一出额角 那完全是内心对某种事物的恐惧产生的生理反应 但很快他就故作镇定的凶狠一笑 我还没去找你算长 自己就送上门了 那么接下来就别想安然无恙的离开了 闻此西安露出了一副耐人寻味的神奇 下一秒便施展暗武八十乱击朝他们挥去 高光所到之处片片流红 只是转瞬间就将贝伦重金聘请的雇佣兵击 见此一幕贝伦大惊失色 可以想起自己曾被西安支配的场景 他脸色顿时又变得猙獰 同时手中还会聚起一股焰火能量 该死的 无论你是什么怪物 我今天都要杀了你 但下一秒他就被西安一记飞踹 踢飞至基尼开外的墙角 此刻深知自己身份尊贵的贝伦仍旧有之无恐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而西安却是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 因为他那欺负弱小的臭毛病 简直是一点都没变 贝伦卢米尔 加兰王国实际掌权者卢米尔家族的长子 在西安的前世 他凶残无道的性格就臭名昭著 让他更加肆无忌惮 变本加厉地残害其他人 最终迷雾组织给西安派发了将他进化的指令 可在来到他的住所后 映入眼帘的一幕却让西安倍感震惊 只见无数仆人的尸体 被堆积在那暗无天日的地下室中 随后就在西安打算将他痛苦地杀掉时 他却不知悔改地争鸣一笑 我早就把我想玩的游戏玩腻了 有本事现在就杀了我吧 而眼下听着那无比熟悉的语气 西安的眼神顿时凌厉起来 如果就这样将他杀掉 或许并不是最好的惩罚 毕竟他早就随心所欲地做完了自己想做的事 所以仅仅是死亡对他来说远远不够 把西安直接用手撬开了他的嘴巴 另一只手开始慢慢凝聚起虚无之球 贝伦见此脸色瞬间大变 我可是迦兰王国权力的顶点 你要是对我做了这种事 就不怕死无葬身之地吗 话音刚落 西安就直接将魔力球塞进他的嘴中 现在还不是杀你的最好时机 但这绝不意味着你会逃脱惩罚 厌我也好 憎恨我也罢 我并不在乎别人在背后怎么说我 但是你千万不该把我的首付骑士牵扯进来 你个人渣 好好享受这痛苦的滋味吧 随着魔法球能量注入他的体内 他表情开始变得十分痛苦 并且还不断疯狂地抓闹着身体 而这一切都被屋顶的某个身影尽收眼底 没想到西安公子居然还隐藏着这样恐怖的实力 说不定会对埃歇尔少爷的计划产生影响 看来必须得尽快将消息传回去 然而就在这时 毕丙利刃突然抵在了他的脖狗 所以最近一直跟踪弗拉基恩的就是你吗 在将此人解决后 西安缓缓地来到弗拉基恩身前 弗拉基恩不好意思地将头扭到一边 对不起少爷 我现在这副样子没脸见你了 闻此西安顿时一阵无语 确实好丑 你以后可千万别说是我的守护骑士 为什么硬要打这种打不过的假 你就不会逃跑吗 西安的问责直接让他不知如何是好 可他却早已看穿了弗拉基恩的心思 难道这就是你向我发誓过的忠诚吗 说到我话锋突然一准 没必要为了忠诚把命都搭上 我需要的可不是死掉的忠心骑士 以后别再做这种蠢事了 弗拉基恩文此惭愧地低下了头 随后西安转身淡淡开口 西利卡堂住 你还打算藏到什么时候 文此西利卡众人纷纷现身 没想到他竟然带了这么多人 随着西利卡的出现 一个被捆绑的黑衣人也摔落在地 我给你带了一份大力 而西安只是一眼就认出 这正是前段时间一直跟踪自己的家伙 埃歇尔的近视凯琳 西利卡略显失落地长出了口气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 可不管怎样 我现在认可你的能力了 身为继承者 你不仅有超越刺客杀手的实力 还拥有说服校长的谋略和口才 甚至还有完美操控魔剑的精神力 你已经完全表现出能够胜任的模样 但如果这种引人注目的是一直发生 那么你身边就会不停出现 把你当作眼中钉的家伙 这个跟踪者只是一个开始 听把西安向他保证以后形势会多加注意 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事情 我都会选择退了 如果像这次一样 对我身边的人下手 我则会加倍地讨回来 听闻此话 西利卡只是哈哈一笑 似乎是默认了这种说法 临走之际 他主动揽下了处理贝伦等人的事 同时还不忘提醒西安记得处理他带来的礼物 凯琳闻此当即预感不妙 你想对我做什么 杀了我吗 西安邪魅一笑 那样好像太舒逗了 我劝你最好放弃审问的想法 因为我一句都不会说的 可下一秒 西安就直接拆穿了他的身份 这种家伙杀掉他太便宜了 说不定他的存在 会对自己的计划产生巨大的影响 想把西安的身体开始不断散发出黑暗能量 就让凯琳顿时不安起来 你想要对我做什么 还没说完 无数黑暗能量从他嘴里涌入 创造影子人格 传说在人的影子之中 存在着第二人格 而这项高界魔法 他也仅仅在前世中用过一次 我的好哥哥 请收下我的这份大礼吧 对决了对决了 西安张显超强实力 与地表最强生物上尉龙展开激烈对决 只因一向崇尚血脉纯净的龙族 完全无法容忍人龙混血的奈娜存在 结果西安在上尉龙的疯狂进攻下 EV2完成反杀 就在西安接受弗拉基恩带奈娜出门散心的提议后 他便特意带领二人来到 距离卢文是十公里外人烟稀少的平原 看见奈娜肆意撒欢格外开心的神态 西安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欣慰 这时暗凯突然开口 你现在完全已经是一副爸爸的模样 有没有兴趣再给他找个妈妈 比如刚才的那位黄女 然而她话音刚落 西安神色立马变得紧张 同时暗凯也敢知道 一股恐怖的气息正在朝他们逼近 下一秒一道巨大的冲击波 就砸到了奈娜所在的位置 好在弗拉基恩反应及时 这才让奈娜逃过一劫 待烟雾散去 两只成年尚卫龙赫然出现在几人面前 尚卫迎龙路齐恩满脸厌恶地扫尸着四周 很快她就将目光锁定在那她身上 该死的 原来这世间还真有龙人这般恶臭的存在 上尉红龙卡德丽娜 更是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 朝着西安发问 你就是这个杂种的主人吗 就算你拥有魔剑 也不应该将它留在身边 暗凯听到自己被如此轻视 脸色顿势不悦 一个区区上尉龙就敢直言不讳 你是想死了吗 红龙文言瞬间爆梦 你这个弱小人类的手下也敢 话没说完 陆奇恩直接出手将它打断 放心 我对你们没有兴趣 我更不想跟下等生物和废物打架 不过你们必须把那个杂种交出来 混着人类和龙血脉的半人半手 的确有足够的研究价值 这样我就可以饶你们一命 然而西安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 错恶之余 陆奇恩的脸上顿时清惊暴露 你说什么 我叫你闭嘴 凑西 听罢陆奇恩怒极反笑 下一秒一道冲击波就与西安擦肩而过 所及之处更是轰出了一条巨大的沟壑 陆奇恩掏出长枪沾沾自傲 你们这些下等生物就是不行 无谓的反抗 只会让人跌入万丈深渊 面对着强大的威慑 西安却不敢怠慢 紧接着便直接开启了恶魔形态 红龙剑撞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不对 反观陆奇恩一眼就认出那正是魔剑的力量 可即便如此他依旧没把西安放在眼里 毕竟再怎么挣扎 他也仅仅是个下等人类 然而他话音刚落 西安就以迅雷不及眼耳之势来到他的一侧 紧接着便施展了暗武八十乱击疯狂挥动 陆奇恩只好手忙脚乱抵挡 尽管这突如其来的一击让他有些狼狈 但作为地表最强的龙祖 本快就抓住机会一枪将西安击退 紧接着便以手卫影施展了天雷祭免 三秒一道巨大的雷系法阵就出现在西安上空 在雷电疯狂的轰击下 西安也慢慢消散在雷光中 就在陆奇恩认为获得胜利时 他却施展雾气滑翔瞬间来到他的身后 还没等陆奇恩反应 雾剑风暴来袭 刹那间无数剑光疯狂曹陆奇恩劈去 可就在命中瞬间 红龙急忙施展火焰屏障帮他挡下了这致命一击 就让我会会这下等的人类吧 陆奇恩却示意他赶紧退下 因为西安方才展现的实力并不是红龙一人能对付的 但红龙却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 别担心 我会挡下他的所有攻击 毕竟这可是积去了千年魔力的屏障 一个连百年都活不了的人类怎么考 没说完 西安施展巴伴飞舞顺发而至 在不断疯狂的冲击下 红龙慢慢瞪大了眼睛 因为他能明显感觉到火焰屏障正在逐渐碎裂 奇恩 下一秒西安直接冲破屏障 再次施展巴伴飞舞朝红龙袭去 他跃动的身躯和细腻的红光 顿时形成一道无处可逃的智王 此时看着死在眼前的红龙 陆奇恩怒不可遏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一个毫无权能的普通人 怎么会拥有如此恐怖的力量 反而西安却只是冷冷地回了一眼 这让陆奇恩心中的怒火彻底达到顶点 看来你并不想回答 很好 那我就只能把你当作我的敌人了 说吧 一个巨大的躯体从法阵中缓缓而出 他的身形也开始逐渐变化 这是一个能让龙抛弃人形后 回归最适宜战斗魔龙形态的魔法 但这也意味着 变形时的龙是处于毫无防御的状态 可陆奇恩并没有主角光环加持 所以更不可能有施法时不能打断的潜规则 旋即西安一跃而上直接来到上空 陆奇恩强装镇定地怒视着他 你想做什么 区区一个人类竟敢主动送上门来 可下一秒西安二话不说就携带着恶魔之刃 逃着他的头颅狠狠刺响 伴着一声痛苦的哀悼 陆奇恩的眼神中终于涌现出惊慌 你这家伙怎么可能知道变形时的弱点 西安邪魅一笑 死龙根本不用知晓答案 物件中有那么一套剑法 能让剑气如同树根一般四处散发 即使伤口只有表面一点 但内部都会被斩得四分五裂 那便是物件巨树盘根 现在就让你尝尝这般滋味 随着剑光在他体内暴敛 下一秒龙穴就如同泳泉一般向外喷砸 等到平原再次回到往常的宁静时 弗拉奇恩抱着奈娜满脸担忧地寻了拐 可看着眼前的景象他却顿时一惊 然后又急忙用手挡住了奈娜的眼睛 只见西安将一块热乎的龙肉递倒他的根捷 弗拉奇恩要不要尝尝 这可是很珍贵的肉哦 回来了回来了 休学苦修的大姐终于回来了 而她回来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向院长申请加入光之骑士团 毕竟身为大姐的她有义务承担起家族的责任 殊不知就是因为这次的决定 竟让她日后陷入了无可挽回的绝境 就在凯琳回到贝尔特宅邸后 她便第一时间向埃歇尔做了详细汇报 从凯琳口中得知 西安贝尔特身边一直有一股不明势力 在对她进行暗中保护 而我们派去的情报人员也被这些势力除掉 听着这仅有的几条情报 埃歇尔陷入沉思 但很快她就察觉到一丝不对 凯琳之前面对我的那种焦虑感哪去了 眼下仿佛跟换了个人似的 想到这她心中似乎有了答案 那么凯琳 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 看着埃歇尔那冰冷的眼神 凯琳顿时心头一正 因为以她对埃歇尔的了解 她这是在试探 也就意味着她已经开始起心了 旋即她顿时如往常一样念诵诗词 以表忠心 埃歇尔见状才稍微放下心来 并表示这只是一个例行仪式 说罢就示意她可以离开了 转身离去的凯琳深知埃歇尔生性多疑 既然已经种下了怀疑的种子 那么情况就已经无法逆准 一旦露出马脚 就会给西安少爷带来不小的麻烦 看来以后一定要更加小心行事才行 可就在她推开房门时 却发现一个女孩早已等候多时 来人正是西安少爷的侍女艾美丽 凯琳满脸疑惑地询问她为什么会来这里 可还没等她开口 埃歇尔就一脸和善地出现在凯琳背后 你是叫艾美丽对吗 我可以拜托你一件事吗 艾美丽一头雾水 可如今被众人追捧的大少爷有事相求 脸上还是不由地泛起了一亩红玉 与此同时某出暗殿内 几道神秘的声音正在对路奇恩和卡德丽娜的消失 进行的探讨 律师看着破碎的两块生命魔法是狠 是不解 谁又能杀掉实力达到八星以上的龙呢 根据探查所知 他们似乎是在卢文的竞交发现了什么 但没一会他俩的气息就消失了 可奇怪的是 卢文的竞交除了一些打斗痕迹 就没有任何线索了 这就说明很有可能是杀死他们的人 用魔力消除了痕迹 按照这种推测 那大概率是只有拥有暗属性魔力的家伙才能做到 在卢文是能够杀掉他俩的只有昆特了 但他并不是暗属性 也就是说还有不被我们所知的强者存在 这是其中一块魔法师指出 在皇家学院内有一名叫西安贝尔特的少年 是唯一一个拥有暗属性的人 而且他还曾在前线中从恶魔龙的手中逃脱 说不定之前给我们提供恶魔之血的恋内德 与大量财力支持的资克曼德斯 也跟他脱不了干系 律师则表示 相较于推测我更相信事实 就让我的孙女路内斯去跟那小子接触接触吧 第二天皇家学院宿舍内 伊莎贝尔捧着一个皇宫特制的大蛋糕出现在娜娜面前 好好享受吧 娜娜 娜娜见此两眼放光口水直流 高兴得更是说不出一句话来 可伊莎贝尔却示意她不必激动 因为吃完这个还有十顿 反观一旁的西安却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 既然龙已经知晓娜娜的存在 肯定不会就此作罢 但不管怎样 谁都不能伤害我身边的人 毕竟这一世我已经决定要为自己而活 尤其是那个该死的哥哥 我一定会彻底粉碎掉他的一切计谋 想把西安嘴角不由上扬 现在是时候进行下一步计划 与此同时贝尔特宅底庭院内 埃歇尔邀请了帝国的第一皇子 路易涅来家中做客 在简单的寒暄过后 路易涅直接发问 你还打算在家里归缩到什么时候 你就不怕那个休学苦行的姐姐回来后 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吗 当然也包括你那个在学院很有名气的弟 最近父皇可是很关注他 听说还有一将伊莎贝尔许佩领 埃歇尔文此满脸不屑 只是一群没有任何价值表面光鲜的家伙吧 其实走到了一起 也请殿下不必焦躁 因为他们获得的权力越多关注越多 我们的计划也就更容易成功 听到路易涅的心情顿时愉悦 更是兴奋的要与埃歇尔多喝一杯 而此时埃歇尔突然注意到 倒酒的守护骑士竟是一副新面孔 路易涅扭头邪笑 这个守护骑士波利斯 是最近去斯兰卡巡查时收获的宝贝 只是一眼 埃歇尔就察觉到他身上存在着一股恐怖的力量 这可真是一块不可多得的宝贝 眨眼间 两年过后 就在西安恰到好处的隐藏自己 适应了学院生活时 休学苦修的大姐回来了 而她回来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拜访了院长昆特尔 得知埃丽丝是从弗洛伊娜归来后 昆特尔很是意外 要知道那里并不是一个对人类友好的地方 就算是埃丽丝也耗费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来适应 为了领悟领走前院长口中和平的意义 这才有了让她留在那里的决心 随后她又向院长表达了 想要加入光之骑士团的意愿 昆特尔对此并没感到意外 但还是向她再次确认 是否做好了承担家族责任的准备 此刻爱丽丝脸上写满了坚定 因为这个决定不仅仅是为了家族 也是为了她的兄弟姐妹 尤其是最小的西安 她在为人处事上总是表现得唯唯诺诺 而院长听罢却是哈哈大笑 你怕不是对你那弟弟有什么误解吧 他不去惹是我已经谢天谢地 话音刚落 一道声音就引起了两人的注意 来人正是西安贝尔特 姐姐 我一直很想你啊 在长达两年半的学院时光里 男孩却始终不敢回家 只因家里居住着 想将他置于死地的哥哥和后妈 在休学苦修的大姐回来后 看着西安的变化 他满脸惊讶 现在各自都跟我一样了 过不了多久就超过我了吧 西安则淡定地表示 也许是姐姐变爱了 听闻此言爱丽丝当即对她小事疼爱 我的好弟弟 不会说话就少说 虽然相聚的时光是快乐的 但这一天西安却永远无法忘记 创世里988年8月11日 在前世这也是她与爱丽丝姐姐 最后一次见面的日子 可爱丽丝不知道的是 自她加入光明骑士团以后 整个大陆的局势就开始变得波鬼允有 最终她也成了谋权夺位下的牺牲品 这时爱丽丝突然不解地问道 现在都放假了 你怎么还待在学院没有回家 闻此西安露出一抹恐笑 家里哪有人会欢迎我 爱丽丝显然对我的回答有些差异 可事实上 西安不想回家的理由不仅仅是这一点 首先埃歇尔最近一直在家 其目的就是杜绝她在父亲面前有所表现 而且公爵夫人马加烈也在找机会除掉她 而她之前指使高级骑士刺杀自己的事情 父亲也不可能到现在都毫不知情 但她却对此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如果贸然回家的话 无意于是将自己置于水深火热之中 不明所以的爱丽丝好奇地询问道 是因为克兰兹在家的原因吗 你和她还是合不来吗 听罢西安的脸色顿时变得冷却 其实姐姐你也知道吧 克兰兹那家伙以前是怎么对我 她可是连我的性命都想要了 爱丽丝惊恐地瞪大了双眼 看来是自己对那件事情产生了误解 本以为是两个小孩子之间的玩意 没想到却是骨肉相残 就在这时 弗拉基恩走上前来揭露了马加烈夫人的恶行 在得知西安曾有被刺杀的遭遇后 爱丽丝却倍感自责 都怪我对此事一无所知 竟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 相信姐姐 这件事我不会就此罢休的 看着眼前的爱丽丝 西安一时陷入恍惚 从小到大只有她对自己真诚相待照护有加 不掺杂任何心机和目的 姐姐这不是你的错 坏人是公爵夫人和克兰兹 而且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克兰兹那家伙现在好像也有点反省了 话刚说完 爱丽丝就一下子将她抱入怀里 眼含泪光地表示自己的弟弟真是长大 以后你不用什么都自己扛 姐姐会全心全意保护你的 这种温暖和感动竟让西安不知如何是好 但也让她埋下了誓死守护姐姐的种子 随后爱丽丝不舍地表示 虽然还想与你多待一会 但我现在有一件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我不在的时候照顾好自己 当然还有 下一秒弗拉基恩的脸上 就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神情 只见爱丽丝将她紧紧拥在怀中 我的弟弟就拜托你了 可当她朝着西安看去时 西安却回了她一个抹脖子的手势 看来姐姐一定是把弗拉基恩 想成了助自己逃脱刺杀的功臣 戴和姐姐告别后 想到她那当时冷峻的神情 看来姐姐这次真的生气了 上次见到她这样 还是小时候我和克兰兹的剑术对决训练中 在我败下阵后 克兰兹还不依不饶地 对我进行着辱骂和殴打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突然将她制止 来人正是爱丽丝姐姐 她当时展露的神情 简直跟方才一模一样 如今她已经知晓了 公爵府的所有真相 想必家族又会免不了一场鸡飞狗跳 但也只有让姐姐看清了周围人的真面目 才能让她避免重蹈覆辙 就在这时 弗拉基恩将两封信件递到了西安面前 其中一封是皇家邀请函 每年这个时候皇家都会举行宴会 贝尔特家族更是被邀请的重点对象 但前世父亲都派了其他兄弟姐妹前往 看来这次还挺重视我的嘛 另一封则是暗杀指令书 目标德雷尼安 现任皇后的亲弟弟 这个在前世死在皇家宴会上的高官 当时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没想到现在这份任务竟然只派给了我 这时暗凯死死盯着邀请函 仿佛察觉到了什么 等等 下面的署名居然是依莎贝尔 看来那个小姑娘真是对你念念不忘了 没准里面还有一封情书 可当西安二人寻生看去却是满脸震惊 只见一个亭亭玉丽花容月貌的女孩出现在她们眼前 怎么会这样 只是几日没见又长大 画面一转贝尔特公爵府内 爱丽丝愤怒地踢开了大门 看着大小姐不同于往日的神情众人皆是疑乱 管家率先打破将军 小姐您回来了 爱丽丝一脸阴沉地询问 那个老巫婆 不 我是说公爵夫人在哪里 带爱丽丝大步匆匆地来到夫人房间时 马家列假情假意的连忙问候 好久没见了我亲爱的女儿 你最近过得还好吗 可她话音刚落 不计重重的大笔都就活在了她的脸上 决裂了决裂了 爱丽丝给恶毒后妈的一巴掌 宣告着两人的关系彻底决裂 只因表面看似温柔和善的后妈 实际上却是想知弟弟与死地的幕后黑手 被掌握的马家列一脸猛逼 你是疯了吗 警卫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过来 在爱丽丝眼中她一直都十分和善 可现在看来她只是忌惮于自己的实力和地位 一旦有人阻碍了她的记忆 就算是自己也会成为她的眼中钉 随后爱丽丝满脸愤恨地道出原委 你好大胆 竟然想刺杀西安 马家列表面上露出一副惊讶的神情 我怎么可能想杀我的孩子 你有证据吗 实则内心早已慌得一批 看着公爵夫人如此激动 爱丽丝更加确认了心中猜想 你刚才已经亲口承认了 上来就问证据 那就说明事情一定是真的 眼见爱丽丝拿不出证据 马家列顿时变得有恃无恐 只是猜测 你就敢对公爵夫人动手 警卫员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把她给我拖出去 亲命于人的警卫员也无可奈何 在对大小姐道了一声道歉后 紧接着便一拥而上 可爱丽丝仅仅是一眼就看清了局势 在轻巧躲过警卫的擒拿后 下一秒就施展了元素之浑水精灵 只是一招 就轻松将所有警卫员击倒 目睹全程的马家列一脸错误 没想到她竟学会了精灵魔法 看着朝自己走来的爱丽丝 她满脸惊慌 别 别过来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 爱丽丝淡淡开口 西安的守护骑士弗拉基恩 已经坦白了一切 两年前就是你指使他刺杀西安的 你以为西安不吭声 这件事就能不了了之吗 马家列听罢却倒打一把 你仅凭那种吓人的片面之词 就敢这般胡来 我看你才是疯了 见马家列仍在信口辞皇 爱丽丝直接下达了最后通牒 我会把这一切都告诉父亲 你完了 马家列 埃尔热斯 看着爱丽丝离去的背影 马家列却仰起了嘴角 愚蠢的丫头 都经历了这么多 居然还如此天真 你的好父亲 根本不会对那个孩子的事情上心 他真正关心的只有家族荣耀 和那个被他视为家族未来的长子 等爱丽丝将所有的事情 向父亲坦白后 父亲只是轻描淡写地回应道 我早就知道他刺杀西安的事了 但那又如何 这样的回答明显出乎了爱丽丝的预料 那可是你自己的孩子 你就一点也不为所动吗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可现在看来西安仍旧安然无恙不是吗 那可是六名高级骑士 如果不是那名守护骑士拼死相护 西安他早就没命了 公爵听爸不禁冷哼一笑 你该不会以为真是那个小子就是西安吧 他可是一个跟杂役没两样的新人 此话一出爱丽丝三然醒悟 所以那六名骑士都是被西安制服的 你啊 还真是不太了解你那个弟弟 说吧他就将宴会邀请韩帝到了他的面前 军营里还有一些事情需要我去处理 这次的皇家宴会就由你代表家族出席吧 趁着这次机会好好散散心 不用担心你的弟弟 他可比你想象的要强大 从父亲的房间出来后 爱丽丝始终想不明白父亲为何如此心大 真的不用担心他吗 他可只是一个13岁的孩子 就在这时一道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来人正是光之骑士团所属的高级骑士 塞西利亚 爱莲 同时也是爱丽专属的侍女和老师 更是他最珍贵的朋友 两年未见 爱莲激动地将他拥在怀里 爱丽丝大人你到底去哪了 这些年一声不吭就消失了 对此爱丽丝只好回忆歉 待平复好心情后 爱丽丝温柔地说道 好了 陪我出去放松放松吧 去皇家宴会转一圈怎么样 画面一转 西安等人正驾着马车向皇宫赶去 而此时坐在马车上的娜娜 对每一个新奇的事物都表现得十分好奇 哇哇哇好高的数 旁边还有一头小鹿 西安对此也很无奈 娜娜 高兴的时候可不可以不要露出你的尾巴 这句话虽然很破坏气氛 但娜娜还是不情愿地发动了魔法 下一秒她就变成了普通侍女的模样 西安露出一个满意的笑容给予回忆 还好她觉醒了隐藏的能力 不然把她带在身边想不引人注目都难 娜娜 我之前交代你的事情没有忘记吧 当然了 西安少爷 我现在可是您最忠心可爱的侍女 看着她那精力旺盛的神腿 西安反而更加担忧 总感觉她会随时惹出一堆麻烦 就在这时马车突然停了下来 西安打开车窗没好气地询问发生了什么 从弗拉基恩口中得知 原来是几名山贼拦住了去路 嘿嘿嘿 要想过此路留下满路才 西安对此满脸不屑 弗拉基恩给你两分钟 赶紧解决掉他们 话音一落 一道剑光瞬间划步 山贼大哥当场毙命 其日山贼见状满脸震惊 下一秒便纷纷举起武器朝弗拉基恩杀去 可如今的弗拉基恩 在西安的特训下早已经飞西 仅仅是一招就将全部山贼击杀 就在他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无法自拔时 身后却传来了一阵催促 别懊造型了 打完了就赶紧出发 与此同时 西利卡正在查看着这次宴会的餐会名单 手下轻声提议道 这次宴会参加的人员很多 行主您要不要考虑推斥暗杀计划 西利卡当即回绝 这次是杀他最好的机会 这么着急执行计划是有什么特别原因吗 西利卡满脸厌恶地表示 德雷尼安的行为令人作呕 他利用自己的权势专门对有夫之妇强行下手 简直就是个人家 但必须尽快除掉他的原因还有一点 因为他是我的未婚夫 说到这 一个参会人员的名单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 没想到这孩子也要参加宴会 一个体弱多病 上课出情率极低 但所有属性数值都高达20%的西式天子 路纳斯 雷恩利弗 同时他还是加拉姆魔法学会里根斯会长的亲孙 像宝贝一样被藏起来 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的孩子 为什么会参加这次宴会 在得知是里根斯会长亲自送他来时 西利卡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不解 那老家伙到底在打什么算盘 为什么心里总感觉不妙 画面一转 经过几日的奔波 西安一行人也终于抵达了皇宫脚下 看着如此繁华的景象 娜娜更是抑制不住的兴奋起来 可一不留神 她就迎面撞到了路人 路人当即怒对 是哪个家伙走路不长眼睛 反观娜娜却露出一副可怜巴巴的命 对不起 我该怎么补偿您呢 戴看清是个美丽动人的女孩后 路人脸色顿时180度转变 小姑娘没关系哦 是哥哥没注意 娜娜当即扭头对着西安大喊 爸爸这里的人都好友善了 西安对此确实一阵无语 娜娜还是太单纯了 日后一定要嘱咐她小心陌生人才好 可就在这时 身旁的弗拉基恩好像察觉到了什么 少爷 快看娜娜的眼睛 西安健壮顿时一惊 糟糕 她的瞳孔要恢复原形了 再不吃东西 她的身份就暴露了 于是西安急忙下达指令 弗拉基恩快带娜娜去最近的餐厅 可让西安没想到的是 娜娜的食量竟如此惊人 真是养大孩子吃垮老子 还好这次出门带了很多钱 可就在这时 一股奇怪的魔力流动引起了西安的注意 下一秒一名蓝色短发少女就出现在她眼前 你好啊 你就是西安贝尔特了 开始了开始了 万众瞩目的皇家宴会终于开始了 这里不仅是女人们争气斗艳的舞台 更是男人们追名逐利的重要场合 可只有西安知道 这里即将上演一场血腥屠杀 就在西安一行人抵达皇城脚下后 匿名陌生的蓝发少女就找到了她 你是西安贝尔特吧 西安满脸疑惑 你是谁 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女孩并未回答 而是有些自来熟的坐到西安身边 我叫陆奈斯 和西安学长在同一所学院 是二年级的学生 听到她的名字 西安总觉得有些耳熟 可面对着陆奈斯的唐突 西安还是表达了自己对后辈没兴趣的想法 陆奈斯却不以为然 没关系 跟学长的名声比起来 我完全就是个小透明啊 随后她又将目光落在娜娜和弗拉基恩身上 没想到学长跟仆人的关系很好吗 竟然和他们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 看来你并不是个冷漠的人 这可跟传闻里不太一样 面对着不分青红皂白的夸赞 西安直接发问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文言陆奈斯才终于道出此番来意 他只是好奇一名从不踏出校门的人 突然选择来参加宴会究竟会有什么目的 可他并没着急想要得到答案 刚好我也在受妖之恋 等下次见面再聊也不迟 很遗憾我得先离开了 请记住我的名字 路纳斯 雷恩利福 话音一落 西安似乎记起了什么 路纳斯 加拉姆魔法学会会长里斯根的亲孙女 难道是那个老疯子派她来的吗 在前世她在学院时就不幸夭折了 而她的死亡原因却不为人知 有说是因为体弱多病 还有传言是魔法学会一直以来 都在拿她的身体做一些激烈的实验 但令西安最头疼的是 前世毫无瓜葛的人 这辈子却接二连三的出现 这也就意味着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一切都充满了变数 可为什么这些事都发生在宴会期间呢 而且还是在被称为血验的那天 画面一转 伊莎贝尔正在为出席宴会做着精心打扮 但令她纠结的是 这些衣服究竟哪件才最好看 而莱西乌斯再次高举双手疯狂点赞 简直太漂亮了 你是我见过最美的公主殿下 说吧两行泪水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殿下你已经试了一天了 求求你放过我吧 伊莎贝尔并未离子 而是又拿起一件衣服比划了起来 见此莱西乌斯只好祭出杀手锏 我相信你西安少爷的眼光 肯定也会喜欢这件的 伊莎贝尔脸色顿时通红 你在胡说什么 他 他怎么会来参加宴会 莱西乌斯扭头忍不住地吐槽 明明邀请函就是你偷偷发的 现在居然装起傻来了 眼见被拆穿 伊莎贝尔更是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 女仆突然上前送来了一个精致的礼盒 这是路易捏殿下送来的礼物 他说这串项链很适合你 希望在宴会的时候 见到您佩戴他出席 见此伊莎贝尔的脸上流露出一丝不解 路易捏哥哥竟会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 这时莱西乌斯打趣地说道 太漂亮了 这个西安少爷一定也会喜欢 伊莎贝尔极力狡辩 才不会呢 谁要他喜欢 夜幕降临 宴会缓缓拉开帷幕 西安独自在角落 查找着这次的暗杀目标 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竟然是凯琳 那就是说埃歇尔也一定到了吧 凯琳急于肯定 他现在正在和路易捏殿下在一起 但比起这个 他冒险前来却是为了另一则情报 埃歇尔曾吩咐他 在宴会开始前千万不要留在皇宫 他说为了大义 会在这里制造一场小小的骚动 这让凯琳心中顿时升起一丝不好预感 于是才不过安危前来提醒西安尽快离开 那西安顿时大吃一惊 原来如此 前世血焰事件的幕后黑手 竟然是埃歇尔 这个家伙 比我想象的还要疯狂啊 随后西安示意他先行离开 自己却选择了留在宴会 这时暗凯突然冒了出来 一脸玩味地询问西安是在担心那些无辜的人吗 西安当即否定 这么有趣的事情我怎么会缺席呢 玄机他锁定了人群中的西利卡 精神感应发动 这是迷雾组织的专属秘法 使用后可以和同屏之人秘密交流 西利卡堂主 你穿这件礼服真漂亮 但我必须得告诉你 今天的进化工作可能得推迟了 因为我刚得到了一些情报 这场宴会马上就会变成一片血癌 西利卡文此一正 情报可靠吗 请相信我 因为我和那个可能会做出这种事的人很熟 如果先前只是怀疑 那么现在我已经可以确定了 没时间了 日后我会跟你解释清楚 眼下当务之急就是在事发之前 找到那些危险因素的动向 当然我这里还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你那个令人作呕的未婚夫 也会被卷入其中 死无葬身之地 西利卡文眼脸色骤变 你怎么会知道我未婚夫的 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 然而西安却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就在这时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叫喊 西利卡老师 西利卡扭头看去 只见一袭盛装的爱丽丝正朝自己迎面走来 随后爱丽丝当即向她表达了问候 反观西利卡却露出一副凝重之色 因为在这样下去 她也可能会被卷入到这场骚乱之中 还没等西利卡有更多表示 不远处却传来了一道突兀的声音 瞧瞧 我亲爱的未婚妻 还有这位美丽动人的小姐爱丽丝 简直如同两朵美丽的鲜花 说话者正是德雷尼安 也是这次行动的进化目标 这让西利卡不免有些头疼 已经是乱成一锅粥了 没想到这家伙会在这时候出现 与此同时 走出宴会大厅的西安 第一时间就找到了弗拉基恩 我们有事情要做了 弗拉基恩敬重行礼 少爷 我将谨遵您的任何指令 见此西安不免有些头疼 这家伙是不是在山贼面前找到了自信 还是在吃了拳龙燕力量增强后 终于意识到自己是守护骑士了 以后别这样了 这样我会感到不适的 现在你就去侦查一下 皇宫的地下水道吧 可下一秒 他那一脸无畏的神色顿时消失 少爷 那里太飞了 我有些害怕 西安指着他的鼻子立声道 叫你去就去 我自有我的理由 弗拉基恩只好硬着头皮接下指令 可他突然察觉到 此时正有一双眼睛鬼鬼祟祟的盯着这 还未等西安有所表示 弗拉基恩就一马当鲜地冲了上去 在刚来人致富后 西安这才看清竟然是艾美丽 可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与此同时 在皇宫的地下通道中 一个身穿披风的身影来到了地牢内 只见他邪魅一笑 我的仆人们 该你们登场了